大家好,今天我们是一期关于如何面对老去的主题的一个对谈 然后其实今天主要呢还是因为我们有两本书啊 就是《谁住进了养老院和记忆的重量》这两本书 因为它们都是关于老去、养老、死亡 可能是我们这些平常大家想的比较少的一些主题啊 就是我觉得看起来很沉重 但是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位对这两个主题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研究的嘉宾 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 他也是一位老年心理的研究者彭华茂老师 然后一位呢是忘不了餐厅啊 就最近很火的这个综艺啊 然后的发起人和制片人就林爱希 Hello 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魏倩 其实理想过这次教我也是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些跟养老和这个死亡相关的封面 然后所以对这个可能有一点点的 算是有一点点的涉猎和研究吧 所以这次也很荣幸能跟两位老师一起聊一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像谈的比较少的 但是跟我们的生活有非常的紧密相关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我就先 先我们就是既然说老嘛 我们就先从年龄说起 就是 其实就是 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可能 我觉得跟我年龄可能也就比我大不了三五岁吧 可能我觉得顶段 不然我肯定比你大好多 我应该也没有比你 我应该比你大挺多的吧 就是我是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两年其实太 我觉得甚至不能说这两年吧 就是我觉得近十年其实都很流行一种说法 就关于说我们所谓叫什么最佳什么什么期这样的说法 就是好像说人应该你到一个年龄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到了多少岁你就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 怎么讲就是应该有好像有一个年龄的那个卡在那里 有个level让你一层一层的往上进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比较明显就是 29到30岁的这个节点上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最恐慌的阶段 就好像说 在工作上你应该有一个三十而立了啊 你应该比较稳定 然后好像人生的这种个人发展的一切 你应该上一个轨道了 但另一方面呢 作为就是女性来说呢 好像有一定会面临 比如说我们说要家庭 然后还有所谓的这种科学上的一种说法 叫最佳生意年龄啊 就是你好像过了这个年龄 你必须得把这个事完成 否则你可能会受到一些社会惩罚 好像说 比如说你可能到之后你的婚恋市场上 就是劣势方啦 也会说你可能到一个年龄就没有办法再生下 好像过了35岁就不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一样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迷思吧 我觉得 但是这个时候又是你工作的一个上升期 你会觉得说如果现在你没有达到一个状态的话 以后你可能竞争会更加激烈 就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29到30岁那一年 就是整个人其实非常的紧绷 然后但是好像过了30岁之后发现 也没怎么样 然后就还行 然后所以我其实很想听一下两位老师 就是对于老这个事情 就是你们是怎么看的 你们会不会害怕老去呢 你们对于年龄的焦虑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先让彭老师讲了 你说怕不怕老 我觉得肯定怕 对吧 尤其作为女性来讲 然后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迷失那么多 我肯定是怕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因为我可能是我研究这个专业的原因 因为让我对年龄呢没有那么那么惧怕 比如说我现在回去 刚才你们年龄 你们都不好意思问我们职丁们多大了 对吧 我是可以直接说 我说我今年45岁了 我是比你大很多 对吧 不来 对对 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愿意 我可以这么大胆的说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说完以后 大家会给我一反坤说不像 我懂你 我也享受 是吧 所以他其实为了你心里头还是怕老的 还是怕老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 很多人都是很难去接受你的 就是身体上的变化 对吧 像我这个年龄的话 你白头发的增加 然后皱纹的增加 脸上肤色变黄 有斑 体重的增加等等 这太明显了 所以他还是害怕 但这种是生理上的怕 这种是 你说心理上呢 对 还有生理上怕是什么 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会怕一个更年期 我不怕 但是我的 我的同学 特别特别怕 非常非常紧张 以至于要去医院 要求医生来 通过诊断告诉他 你没有到这 更年期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 我这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时期吗 他说那你研究老年心理学的 你能接受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 我因为研究了这些 所以呢 我总的来说呢 还是比较容易接受 生理上的这些衰老现象 上礼拜跟我们同事开会的时候 跟他讲 我说我觉得 我又发现我一个衰老的鸡箱 就是这一星期里头 连续几次吃东西 被自己噎住 你没有想过 有这个问题吗 对 就自己吃 就被自己噎到了 这是因为 吞咽鸡 它那个老化 然后它那个能力 它会变弱 然后我就说 我就感觉到 有东西总是会 穿过我的意志力 然后漏到我的喉咙 里头去了 就会这种感觉 然后同时说 这就也是一个衰老 我说啊 我已经发现 我的第三条衰老的迹象 头发 老发眼 眼前还没花 但是有钱照 然后再加上吞咽 但这些都是 必然的一个结果 可能它没有太引起 我的这种 特别大的焦虑吧 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我了解 人人都要走到这个路上 因为我研究这些 所以我了解 但是 心理上的那种 那种年龄焦虑啊 魏老师刚才提到 你那个二十九到三十岁的时候 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年龄焦虑 我其实好像没有太经历过 哇 羡慕了 没有 三十岁就好生孩子了 对 因为达到那个指标了 所谓的最佳生育期里头生了 对吧 其实我以前上课 我也会讲女性的最佳生育期 因为它在我们小发展心里 会讲说是从 从最佳生育期 大概是从二十 二十岁出头吧 然后可以一直大概到三十五岁 或者是三十四岁之前 但事实上呢 你会看到现在 生活条件好 而以后呢 这种所谓的这家生育期 我觉得不存在 低龄我们就不先说了 说高龄那个限制 三十五三十六 那种关系 现在你可以看女明星里头 四十多岁生孩子多事 对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 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尤其在二台政策放开以后 这种可能更被打破了 高龄妈妈更多 所以这种可能 现在会好一点 但是那种职业上的那种年龄危机 年龄焦虑 我能够 我没有切身的体会 因为我在大学工作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呢 可能在外面工作的那些 同志们 肯定就会比较明显 三十五岁 所谓的三十五岁的坎 对吧 其实这种坎在大学也有 只不过我恰好都越过了 如果我们有各种申请项目的课题 它会限制你啊 青年课题 你必须得在三十五岁之前申请 然后有些你必须在四十岁之前 反正有些还有一些过了四十五岁 你就不行了 所以他也有年龄坎在这儿 当然我这个人不是特别求上纪吗 或者说有的那个坎的时候 我又正好都拿到了 所以无所谓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呢 就觉得就这样吧 就没有那么求上纪呢 相对自由 应该说大学它相对宽松一点 所以呢 也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我那些学生 他们出去找工作的 然后对那种年龄的焦虑感 就很明显 你好多地方 比如说他招人 你你应接的出去 你要是过了三十岁 你你才拿到博士学位了 你可能就非常非常受限了 然后如果你工作了 然后你要想再回来念书 然后你就很有可能 你会丢掉你的工作了 因为你念完书 你又可能到了 正好到了被裁掉了 那个年龄 所以这种 我觉得这种社会的压力 给人的这种年龄焦虑的 更多的这种焦虑啊 来自于这种社会的压力 当然它也是来自于 大家对衰老偏见 我觉得是有偏见的 就是大家觉得老很可怕 然后由此你不中用 就你老了就会不中用 因此我们就要把你排到 那个之外 对吧 因此我们所有人都要抵抗衰老 拒绝衰老 然后不要衰老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 还是有缺乏 对老年的更客观的一些 或者更全面的认识 他才会有现在这种焦虑啊 这种压力啊 这种现象存在 这是我的感受啊 对那那我觉得 朋友是可能是个特例啊 是因为 在我好多同事 该做的什么程度啊 是吧 不算特例 其实也没有刻意去 去该做的时候的做完 就是他就顺着走呗 没啥那么多 可能也是我们代替差异 在我们那个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么强的 这种年龄焦虑 对吧 我是没有感受到的 所以现在 所以我刚才说 我的学生们 他们会很强烈 但我没有 这就是代际差别 社会发展变化 带来的结果 那您这样子 您应该是70后 对我70后 那爱希 你是不是80后 我37岁 我86年的 你看我们三个正好 我90后 你8070 是吧 这个感受就不一样 我听一听 爱希你怎么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是个 就像刚刚那个黄老师 讲到 他其实刚好在 就是该干的时候 干完 就这么刚好 但是我其实 基本上是 就是该干的时候 都没有干 就是 像我现在还单身 然后也没有在 这个时候 就是有自己的孩子 然后没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我还是在 30岁左右的时候 换了城市 换了整个行业 我是大概是在 29岁的时候 从广州换到北京 然后从那个 平面换到了 做电视节目 对我 所以我基本上 好像是腻的这个 社会时钟来的 那太厉害了 我觉得 可能因为我家里人 对我来讲 还相对来讲 比较宽容 我觉得 基本上我没有太多 就是关于多少岁 必须怎么做的 那个说法 就在我自己身上 但是你说 对老的焦虑有没有 我觉得我 有是有的 但可以来的比较晚 我觉得可能 大概会在35岁的时候 我刚才就讲说 你觉得30岁的时候 是一个焦虑 那你说 因为还没到35岁 然后 也没有到45岁 然后我三日姐 那个黄老师 就是我 我后来有一个 50岁的前辈跟我讲 那你们都是 没到50岁 你不知道 那个50岁的焦虑 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单纯是作为一种 人生的参考吧 就是社会时钟 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管用的原因 是因为 我就比较坚持 想要自己去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那个阶段 我就会想说 我到底 就是怎么去妥协 我觉得很 也是跟着 我就比较顺应的 那个 当下我能够得到的机会 以及我喜欢做什么 往前走吧 所以我当下刚刚好 其实相对来讲 都是就是 可能工作上面 比较多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人生可能体验 对我来讲 还蛮重要的 所以我没有太多 去逼迫自己 就像我的家里人 也是跟我讲说 就是如果你能找到 合适的另一半 那进入婚姻 有自己的孩子 是很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要太勉强 就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我父亲是一个 这么传统的人 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还蛮惊讶的 我甚至有一次 我父亲说 如果等你到了 就是很想要孩子的年纪 你看你生不出来了 你可以去领养一个 就他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还觉得 就是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 但是其实 我后来听我的 就是好朋友们讲说 你爸经常跟我们讲说 就是很羡慕 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了 所以其实 他是默默的在 承受的这一切 那我觉得 你真的说的 对 那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 不想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他还会跟我讲说 你不要听他们跟你讲 那些什么 一定要结婚生子 他们都没有你工作好 就是类似会 给我这种 就是让我宽心的一些话 我还蛮感激我的父母的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真正比较有焦虑的部分 其实还是生育焦虑 就是像我现在 其实正在经历着 这个生育的焦虑 因为我还是一个 比较向往有婚姻 跟正常的家庭生活 不能说正常 就是我比较 一代 期待 就是传统的家庭生活的人 但我并不会说 我就是为了要有孩子 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劝我 你可以去动物馆 你可以去那个 就是去之类的 就是用别的方式 获得属于你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是觉得 那可能并不是我太想要的 因为我真正想要的 可能不只是一个孩子 我想要一个比较 就是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 那个三口之家的那种感受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会有焦虑的部分 因为毕竟过了最佳的生育年纪了 其实我已经过了 但我觉得还好的一个部分就是 的确我的身边有很多女生 现在很多很好的朋友 其实要么就是二婚了 要么就是二胎了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慢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焦虑来源 我只能去解决它 所以我其实也会计划的 可能去动乱啊 然后或者是说 就是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健康 就是让自己的那个身体质量 能够相对的延缓衰老 就所以我从一个生命在于静止的人 我是从去年开始 我从35岁之前是生命在于静止的 千万不要叫我去运动什么之类的 都不要约我这种局 但是等到35岁开始 我真的是从35岁开始 我觉得有看到自己以前很能熬夜 但是后来已经熬不了什么夜 一熬夜可能就是就是会要缓好几天 所以我真正从那个时候开始踏进了健身房 开始了规律的健身 我自己都很不可思议坚持下来了 我觉得可能那个是我对抗这个生育焦虑也好 年龄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吧 包括在饮食上面 我自己有了很大的调整 就是你不得不说 现在反正我现在还蛮养生的 而且我经常就是跟我的同事们跟我的朋友们在宣扬这个部分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但我会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就像我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很困难的时候 我都是这么鼓励自己的 但现在这种moment就是我觉得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但是我相信这都是老天给的礼物 就是给自己洗脑的过程 对 但我觉得其实确实是就是很明显 其实是就是从两位老师聊的这种感觉里面 其实都能感觉到 其实是就是社会它带来的那种紧张感 它是在收缩的 就是让你感受到说 以前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 我们应该这样做应该怎么样 好像在安部就班顺下来 大家都一样 但现在好像就会说 他把这个时间卡得非常紧了 就是好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他们会说我们中国人 所谓的就是你不能允许一个 那个你gap一年 就否则你的简历不就断了吗 是吧 人家那个面试官就问你干嘛去了 是吧 然后你可能我们会想说 那我今年如果说到了二十八九岁的人的话 他可能会说我现在谈的恋爱 我可能不是很满意 但我又不能分手 那否则我就赶不上那个 那个到三十五岁生孩子那个节点 就是就好像 我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 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大家会说 可能现在生活状态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但是好像听说 如果过了三十五 那我到时候是不是孩子就不好了 那我现在可能我丈夫跟我还两地的呢 但我现在就得赶紧把孩子先要上 就那种感觉就是变得 社会的压力变得很紧迫 但是其实个人也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去 对抗他 包括说锻炼身体 然后让自己的心态调节啊 这种或者说也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手段 包括我觉得这两年其实也挺流行 我们说所谓的就是女性动乱啊 然后做一些这种辅助生殖的技术啊 这种方面去让自己感觉 我还是有一定弹性的啊 我觉得其实是相当于社会跟个人 有一个发生一个张力的这种对抗 但是其实我认想 这个生理跟心理 也包括社会跟个人的这种对抗 其实是发生在很多 很多细节上的 就是像就是在那个记忆的重量 那本书里面他其实就说到说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这种moment啊 就是说他自己 在一个超市里面走路 突然看到前面有个人 他的扣子是扣扣 就是扣扣 串扣了 然后他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一看发现 原来是自己 就这种感觉 其实还挺 就是那是那种 突然发现自己老了 或者记忆力下降的那种时刻 那可能我到现在 我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 但我也确实有 爱希哥说 就是这种发现自己熬不动夜了 然后以前可能啊 就是就是自己 前一天 疯狂写一天稿 第二天还能出去玩 这现在就得休息 一个礼拜可能才能缓过来这样 然后也包括说 可能记忆力下降了 然后可能也会发现自己 体能下降了 然后有白头发 就这种 你会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 跟自己没有那么合套了 就是发现好像跟他之间 有一个野矛盾 就是我想听一下 两位老师的这种 发现自己老了的moment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你可以讲一下 那我觉得我就是第一次发现 我刚才讲 我发现我的三个衰老的迹象 白头发我觉得都已经算事了 都已经 我真的 我觉得白头发太正常了 然后我是觉得衰老的迹象 是发现我有老发演的前照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而且我也发现 我身边的人啊 我朋友的 因为跟我同龄的 大家都很对自己有老发演 这个事情都有点羞耻 我是怎么 先说我怎么发现 我有老发演前照 因为我还没有正确的没花 但是我是发现了 我从看手机 到抬头看墙上的电视机的时候 我需要有两秒钟的对焦时间 就你某个一抬头 那个电视屏幕上的字是花的 我是看不见 但是我停两秒钟就可以对焦了 这是对焦缓慢 那我知道 这肯定就是老发的前照 那现在是对焦缓慢以后就该是对不上焦了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不得不承认自己 肯定是在迈向 因为你到了中年出现这个迹象 我觉得太正常 但我们就是刚才我讲 我的身边的朋友很多嘛 他们都四五十岁了 然后就会出现 大家都戴眼镜 他们也会就现在出现了看手机 需要把眼镜这样拿起来看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男性朋友就讲 他在地铁上做出这种动作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羞耻 就跟那个《纪律重量》里头的那个作者讲 说他在那个车上被人让坐的那个事情 对吧 包括发现那个老的这个事情 他就觉得这个 觉得自己老了 羞耻啊 这个就是 但你说心理上 他就一定是觉得自己老吗 未必 未必如此 你要问现在所有人 我们其实 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 叫做主观年龄 就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现在多大 那基本上我们问所有的人 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尤其年老 你问所有人 他的主观年龄一定是比他现在更年轻的 比他十几年龄要年轻的 也就意味着怎么能 所有人都会这么说 我虽然老的 我心理年龄还年轻 对吧 我没觉得我那么老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 刚才你讲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理分开 对吧 其实我们本身 讲年龄的时候 也会讲就是心理年龄 和一个生理年龄的区分 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开普这个都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年龄这个数字 它是数字 但它不仅仅是数字 它很复杂 背后的东西非常非常复杂 年龄是个特别有趣的概念 然后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讲生理年龄 你也可以讲你的心理年龄 还有刚才提到社会中 社会中其实表达的是社会年龄 就是你一个人 社会成员在这社会上 你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它就表达社会年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说的 历历就是历历上的年龄 那个就是数字 我们通常说的年龄是你的历历 对吧 但那个数字后面的东西 特别特别丰富 所以我们区分 生理 心理 然后社会 其实是想去 我觉得它是比较好的去反映了 作为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的 这种立体性和多面性 所以还是可以区分的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是那种心理上的安慰 就是你身理上的衰老 说真大 我们是不可抗拒的 你别看现在有这么的手段 让你所谓的拥抱青春 那当然不可能 人人都知道不可能的 你最终是要走向那里的 那这种 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你这就 如果你完完全全 只有这个衰落的话 你这就 精神上 如果完全不能接受衰老 其实就是走向一个 希望的破灭 那我们如果讲 我还有心理年龄 我虽然我身体老了 但是我心态还很年轻啊 对吧 我觉得它是人类的一个 自我安慰和自我控制 自我调节 但它同时也是让我们面对 就是你的 机体的功能丧失的时候 你看到希望的一个路口 一个窗口 就是我 虽然身体老 但是我适应社会 适应生活的这种 各种能力 对吧 我思维方式 看了你的角度 我控制情绪的能力 跟人交流沟通的能力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心理能力的 心理年龄的范畴下的 那这些都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而且如果 当然如果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人 诶 容貌虽然老 体态虽然那个 那个勾楼了 但是它的心态上 永远的活力的话 其实也是会给人很多 向上的那种激励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区分它不仅仅是自欺欺人 不仅仅是这个 它真是 其实它是还是很重要的 去反应了 就是让我更客观的看待 年龄这个事情吧 对 其实我这个 您说这个 就是把自己 把区分很多种年龄 这种说法 我觉得倒让想起我们 我们老家那边是会说 周岁啊 虚岁啊 这些这种说法的嘛 你小时候就会很愿意 抱自己的虚岁啊 就希望你抱大一点 然后这两年就 比如我妈过来跟我讲 你都 比如说你35了 然后呢你就说不对啊 我按我的周岁来算的话 我现在只算是4 就是它其实就差一岁 或者说可能 如果你生日晚一点 它可能差两岁 但是好像给自己一种安慰啊 觉得我 我不是那个年纪 然后我通过这个来 让自己缓和那种焦虑的感受啊 对 对 我感觉朋友说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我以前确实一直觉得 这个挺自欺欺人的 但是事实 确实是事实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感受 就是你自己心里没有 不会我们的心 比我们的那个身体 如果和时间赛跑的话 我们的身心会跑得慢一点 就更留在年轻时间 留得更长一点 是这样的 嗯 嗯 那爱惜你之前 你在做那个忘不了餐厅的时候 你当时是还去养老院去体验了 养老的生活吗 就是 你自己觉得 自己在那里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 你觉得你老了吗 或者说跟老人之间 你的那种老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其实我不是在忘不了餐厅之间去的 我们忘不了餐厅当时 其实去了全国很多的 200多所养老机构 然后50多所医院 但是是我很多选择团队去了 但是去养老院住下来 体验是最近前两周 因为我觉得也有源于 我看了这本书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其实想要很切身的去体验一下 住在养老院什么样的感觉 嗯 刚刚就是讲到说什么时候觉得变老 说实话 就是要不是别人提醒我 就是有朋友 在就是去检查身体 想要孩子的朋友去检查身体 说呃 年纪过了35岁 你的那个卵脂的质量会怎么降低 就是我都没有觉得意识到啊 我到了这个岁数了 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去思考 我多少岁的问题 而且我倒没有觉得很羞耻 我就是每年生日我都大大大的发 我今天三十几了 三十几了 就是我都没有觉得就是岁数是一个 怎么样让我觉得很恐惧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到那个岁数 但是真正到35岁 我就跟你讲35岁 不要吓我 到了35岁之后 你会觉得哇哦35了 然后哇哦 那个已经去就是过了那个社会 就医学上面的科学上面说的女生的这个最佳生育年龄 这是医学 这不是说社会始终别人赋予的吗 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人体的机能 然后再到35岁之后 我发现那个我们身边 我身边的就比如说招来的小伙伴已经是00年 他进入社会了 那一刻我就想说00年 在我心目当中原来00年应该是那种就是 小先生 在摇篮之之里面的那种人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很核心 让我觉得衰老的这个心理比较冲击的地方是 啊我的父亲的岁数 就是就是就是父母亲的岁数 哇到了这个岁数了 哇他们真的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像我是我父母是在广东 然后我在北京 然后每年回去的时间很有限 然后你在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哇就是真的是在日渐衰老 就很明显的在变老的那一刻 我会觉得啊真的会有恐惧 但是呢那个恐惧呢也是在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很喜欢在这种时候 在恐惧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洗脑的一个人 然后去想办法的去想 哦那我能如何解决这个恐惧 那包括像接下来后来的运动 我倒是觉得因为恐惧 所以去积极运动之后 我觉得我比之前的状态更好了 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到这个岁数 你会去到35岁 你就会很认真的去 包括最近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你其实会很认真的去思考 去探索你比如说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甚至一些很就是 就是那种很玄乎的 对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以前真的就是觉得啊我有一个目标 我要到那个目标 我就是要努力努力努力 就这种 但是到后来其实你会慢慢去探索 OK那我要做这个节目 包括后来我做的忘不了餐厅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做这样的节目 跟我之前做过的各种其他的娱乐类的节目 能给我带来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你其实越来越会去想这些 包括你会留很多时间 以前你可能就是一到周五 你就想出去玩 那现在你可能的确也因为不太能玩的动了 你就会觉得到了周五 我其实想要过周末的时间 可能就是比如说跟朋友去 好好地聊个安静的天 或者是自己看书 或者像现在我很爱听播客 我也是看理想的忠实粉丝 就是里面的很多课程 我都有在听 你就会觉得你很多时候 其实是留了很多时间向内求了 慢慢慢慢你会觉得年纪真是个好东西 因为你其实是让你的 你有时间去 有足够的时间 比年轻的 比我们年轻的人 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 去探索到世界新奇的东西 所以包括好的地方就还是像 有的人可能花了我听播客 去学习的时间 去生了个孩子 然后照顾孩子 那我没有 我没有获得孩子的那种天伦之乐 但是我获得了很多 比如说我看世界的时间 我去旅行 然后我去学习不同的新鲜事物 我去体验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反正到最后 我最常说的就是真的年纪是个挺好的东西 除了就是身体的机能在变老 就是慢慢的确会 不管你再怎么努力 它还是会往下衰弱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 就现在我们正在IMG的时间 其实是真的很好 只要能动 我觉得那个时间 都是比年轻的时候更精彩的 对 爱惜刚才说的那种 说年纪是个好东西 我觉得它就是 就是怎么讲呢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能够更多的年龄越大吧 能更多的关照到自己的内心 然后我的同学 他们以前我们瞎聊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吧 大概我们也是几年前四十 大概四十岁出头 那时候他们就会说 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还要去取悦别人吗 我难道不应该取悦自己吗 对吧 然后他们也会说说 我都这个年龄 他们也知道我平时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我偶尔发会发现痛脾气 他们也不会把我就认为 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就我就发现就是他那种自在 那个就是 其实爱惜刚才表达的也是一种 我觉得就是那种个人的那种 你年轻越长 你可能内心的自由和自在会更强烈 所以这点我觉得年龄是好东西 包括我也是一样 我现在也不能熬夜 然后也没法长时间的动 跟着我学生他们出去毕业旅行 他们制定一个特种军事的那种 对 然后那个理由 我当时就给他否决掉了 我说你只想拖死我吗 我说不行 你一天只能上午安排一个点 下午安排一个点 不许多多 然后要不然你就自己逛去了 我逛的地方呆着喝茶和咖啡好 就会就会这样 但是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呆着多无聊 多可怕对吧 然后你去了一个地方 你哪也不去 你就在那呆着 你就不浪费吗 但是好像到了年龄大了以后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 这种浪费多开心啊 多难得啊 然后那种个人相处跟自己相处的那种平静啊 那种自由 我觉得挺会好 所以年龄大了 它会让我们更多的看待 更好的去看待我自己 看待我和别人和社会和环境的关系 就是就刚才说的内心可能会更加自在一些 也包括老年人一样 但以前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老年人就在公园里头拍照 可以毫无顾忌地拍出 摆出各种pose来 对吧 我说内心 不 care了 对吧 人家不 care 你怎么评价他 你喜欢他 怎么高兴怎么来 这就是你年龄带来的好处 我觉得刚才爱惜提到这个 我就想共鸣一下 对对 就是 但是我倒是确实 我挺同意彭老师刚的这个说法啊 就是 就是感受到这种年龄带来的自在 我觉得是 也是可能到了30岁之后 你之前很焦虑啊 但现在突然就觉得 嗯 那反正也过了那个点了 那反正就是没结婚 那能把我怎么样 对 你突然就觉得说 你过了发现也 也不懂怎么样 对对 也就那样 对对 那我不如去 对像爱惜说的 要做一点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丰富自己人生的事情 然后把这个 年龄的这种增议 真的活出来啊 而不是说老想说 我在浪费时间 我在 失去的那些东西 是吧 想的那些 就是你一定要坚定地相信 千万不要为了 别人觉得你那样是好的 然后把自己拖进一个 万劫不复的火坑 要为自己 要为自己活 对对对 但是 其实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可能到 我们这个年龄 还没有到说真的 比如说像 朋友现在只是有一点 老花的迹象啊 但他没有到 真的要带一个花镜的程度 但是其实 我是觉得可能 到我们说老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大家 聊的可能更 想到的都是那种 冒叠老人 或者说 跟真的 他需要我们去帮助的 那个老年人的群体 这样的 甚至像 像我们也会 有时候会说 其实 我们自己 本身我们是不会 害怕衰老的 但是其实父母 他就需要我们去关注 因为像刚爱惜 因为父母 他就是年纪大了 他我们到这个年龄 也必须要面临 父母养老的问题 这个是 我觉得是压在身上的 一个新的责任吧 算是 就是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觉得 这两年 因为我父亲 他是去年退休的嘛 就是我很明显感觉到 他就是 他在 他还工作的那个时候 他就 很少跟我视频 但是他等到 他退休这一年 他就基本 天天都要跟你视频 打个电话呀 问你今天干嘛呢 就是 但我自己 其实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就是我知道 他是需要我 跟他聊一聊 然后因为他一个人在家 没啥事 但是 我自己没有办法说 真的能做到 好像 我想象中 我很孝顺 然后我可以 陪你耐心的聊天 因为我还很忙 然后 是吧 就是 就是感觉自己 好像很难做到 他真正需要的那些关爱 或者说 帮 让老人 他想要的那些东西 就是 我其实 所以一直就在想 就是 也是这两年就想 这几个问题 想起挺多的 就是说 那 老人 或者说 朋友 或者亲人 他们的这种老去 我觉得我们会给人一种 我之前我自己发过一条微博 我的感觉好像是 你对别人的命运 无能为力的感觉 就是你眼睛的看着他 跟你滑过去了 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 然后 我就是 刚刚其实 我想先来一下 就是刚刚你提到 就是 因为你也是跟我一样 就是父母在老家嘛 然后自己在北京生活 这样 就是 你跟父母之间 是怎么沟通的呢 就是你怎么表达 对他们的关心呢 然后 你到养老院的那个阶段 你觉得你跟老人相处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倒是一个从小老人 原就比较好的人 所以可能导致我后来做了老年的节目 老人的节目 以及我的确是一个很善于表达情感的人 就是 就是因为 呃 我们 我从小我的家人跟我就是 把爱挂在嘴边的 比如说每次 那个一个通话ending的时候 我爸我就会 我爸就说爱不爱我 之类的这种 我就会说 我就会很爱你啊 然后 比如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宿舍里面 每次都是我爸真的很肉嘛 然后 然后我 我的室友都不相信 因为对于那个年代的老人来讲 怎么会呢 那我爸打过来就说 我的心肝啊 你在干嘛 就是会这种 所以会很夸张 然后 所以我其实从小就很 我们两个 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就表达感情 表达的很直白 就有爱就说出来这种 所以 那个都比较外话 那到了年纪大了之后 我觉得 其实包括我自己后来做了节目之后 说实话 我觉得对老人长时间的耐心 其实是很难的 就像你说的 我爸在退休之后 就是特别是我来了北京之后 其实给我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多 现在是一天两通电 而且当然不一定是视频 就是每天都得有两通电话 而且他讲的东西 几乎其实可能都不会有太多不一样 但是我给自己的 就是给自己去说的就是 给自己的要求就是 特别是因为我做了老年节目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他打来电话 无论我是在开会 还是在任何时候 我都会接听 那我可能会跟他讲 我在开会晚点给你打 那我到晚了之后 我会调个提醒再打给他 就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你有没有把它放心上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做老年节目的时候 所有老人都会觉得 你看吧 你答应我的事情都做不到 其实他们都真的跟小孩一样 就是你有时候会 我也会再给自己洗脑 我心里想 那我从小长到大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父母花在我身上那么多的时间 那其实到老了之后 这个的确我觉得 他是需要我们的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但是你要如何去跟他们交流 我后来慢慢寻求到的 一个好的方式就是 我以前是报喜不报忧的 但现在我的方式是报喜又报忧 但这个忧就是不会说 是狠一股脑的都说完 我只会折最轻的一些部分 去跟他探讨 就是我说我今天遇到子子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这个菜 就是怎么都做不好 我这个鸡蛋怎么蒸都不嫩 然后我今天那个同事 真的怎么怎么着之类 我会讲一些 就是不痛不痒的事情 去跟他分享 因为这样的话 其实能够让他们找到存在感 就是你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 他会给你开导 其实那个开导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可爱 就是那你就让他说 就是这对他来讲 是一个难得的社交 因为他们越老了之后 其实能够真正不断交流的人很有限 那你对于他 你作为他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在乎他 听他 寻求他的帮助 其实是增加他的被需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我跟我家里人的一个方式 就是不断地跟他去交流 包括我有时候在家里吃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拍张照片给他 说白了 你有时候就把他当成是一个 就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恋爱的对象 就是不断地什么东西发给他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 哎呀 你是在乎我的 而且你 比如说他在想挂电话了 你的时候 我就会 现在我就觉得 我爸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真的太忙了 在节目录制的时候 然后我就有时候匆匆地挂电话 我爸都 我爸自然会说 你最近变了 你是不是 对他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 他会这种 好可爱啊 对很可爱 然后后来我就是现在他想挂电话的时候 我说再陪我聊一会儿嘛 其实他已经想要去睡觉 或想要去洗澡了 但是有时候你再陪我聊一会儿吧 他再聊五分钟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也没什么跟你说的 他挂就是你作为那个最后 不让他挂电话的那个人 其实你会他会觉得啊 我被我被就是在乎了 然后我被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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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了 然后既然就是还不让我挂电话之类的 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他自己是挺重要的 这个是我跟他们 跟我家里人相处的一个方式 然后在养老院里面呢 包括说忘不了餐厅的老人 我喜欢跟他们的交流方式 其实就是在探索他们的人生经过 经历 因为其实自己的父母 你很大概都会很清楚 他们就是怎么怎么样过来的嘛 但是跟一个陌生老人来讲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负担 其实就是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而且这个朋友其实很宝藏 你会发现不管今天他是一个 很普通的平凡的打工人 还是他是一个职业还蛮光鲜的 有过很大的一些创造的 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讲 他们都会有很多挺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我都会去探索 然后就跟他们聊天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让老人也很乐意去分享 包括说其实我在 爆料餐厅的时候有一次 我们经常会收到老人的很长的短信 我们导演去选角的导演 我记得在第三季的时候 有个老人半夜给我们导演 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 他说因为我们基本上选角 会去了解一个老人 可能会去他那边家 去他家一周几天的时间 从早到晚的去采访他 做前妻的调研 那那个老人就跟我 那个老人会从他出生 然后到现在漫长几十年的过程 跟我们介绍 然后那时候他就发了一个 很长的微信给我们的导演 就跟导演说说 很感谢你 即便我没有被选上 最终能够去节目的话 就算如此 但是我都觉得很宝贵 很开心认识你一个人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人来听过我过往的经历了 连我的孩子都没有 我自己都快忘记了 所以其实就是 我觉得他们是缺少很多交流 社交以及就是被挖掘的 那种分享欲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接下来 也希望说能够采访更多的老人 就是跟更多老人交朋友 我觉得能够在他们身上 留下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因为他们是在经历过 很多时代的变革里面 真的是大的变革 就是类似上我们疫情的这个事情 他们其实经历过好几波 对吧 就他们从那个 还不能满足温饱 到最后满足了温饱 生存需求 然后再到才到精神需求 就是那个年代 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 但他们过来了 所以他们身上是 就是只要活到那个岁数 这个岁数的 其实他们都身上 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去养老院 里面跟老人采访的时候 就跟老人聊天的时候 都挺有意思 都挺开心的 这个是 我觉得还是理解他们 我觉得最重要 其实还是理解 理解他们的那个时刻 然后他就会觉得 愿意跟你分享 然后再讲一个 就是跟老人相处的小细节 我也希望说很多年轻人 像刚刚你讲到的 我觉得你呢 是缺乏跟老人交流的机会 经验 我觉得不是经验 但是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知道忘不了餐厅 有机会的话 就是我们的导演 很多都是90后 跟你一样的90后 他们都是在一线 跟老人照料 就是忘不了餐厅的时候 我们都是录制要 全身的贴了 就他们的FoloPD 然后就是这些人 然后你知道他们 就是照顾完老人之后 一整天下来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是几个FoloPD 五个老人嘛 我们节目 五个FoloPD 就一起在那边喝酒 喝着喝着之后 就抱头痛哭 给父母打电话 就是他们就在想说 连别人家的老人 我都能够这么爱 照顾得这么好 我自己家的老人 我竟然没有时间回电话 然后这之后 我记得我当时的 我的Folo 我团队的导演 就跟我讲说 姐你知道吗 忘不了餐厅 对我的人生影响 真的很大 因为这直接影响了 我对我家老人的相处方式 比如说她说 以前我外婆跟我讲说 这个中药要怎么怎么喝 然后要热到什么程度 说我那时候早就已经发飙了 我就想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她说但是 自从拍到亂表餐厅之后 我不会了 我每次都会掐着大腿说行 外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然我会后悔的 就是我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 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老人 都是每天遭一相处 知冷知热的这种相处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 他们也觉得 我竟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因为其实那个要求是工作 就是所以他们做得很好 那他们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以及他们真的从 被迫跟老人相处到 真的爱上老人 就他们真的非常爱自己的老人 就是他们老人很可爱 然后就像自己亲奶奶一样 然后真正到自己生活里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办法再回到一个 就是对老人很冷漠的状态 他们会觉得很有内疚感 为什么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老人 都不能这样去照顾 就是我都能这样去照顾 我自己家有血缘关系的老人 我怎么会不能呢 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说 如果大家都会有这种体验的话 其实蛮好的 就是这个过程让我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以前可能我爸 就是天天就啰嗦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已经很忙了 不是因为不在乎你 不跟你打电话 那后来我就觉得 你会退下 退一步会往前想一步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机 跟你说这个话 其实只不过是 他需要你再跟他聊多一会儿而已 所以你就会尝试用方式去 用一些方式去改变 跟他的交流 其实会变得更好 对 爱琪说的我特别特别赞同 就我一直都说 我说对老年人而言 他是被人需要 比被人照顾更重要 所以你怎么跟他相处 就是让他感 对让他感觉到 他是被人需要的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刚才那个 爱琪刚才提到的一些 有些我也用在我妈 我爸身上 那个比如我也会问 我妈那个 我烧一道菜 哪个菜做 你是怎么做的 你告诉我 然后我也会问他们 我现在开始 就以前我还是 你遇到问题 我真的会问 我现在开始刻意的 我非常好奇 他们年轻时候怎么过的 我会特别特别好奇 我说那时候 你们也是上班 我也上学对吧 然后可是你们还每天 中午回家来都给我做饭 你要现在让我回家 每天中午回家 给我孩子做饭 怎么可能呢 我都给你做一顿晚饭 他们就已经觉得 我很了不起了 你要工作 你要照顾家对吧 我说你那个时候 还每天一天三顿饭 早上食堂吧 但是中午晚上 都是做饭的 我是中午都是要回家吃饭的 那现在孩子们 中午都是在学校吃的 我问你怎么解决的 他们就会跟我讲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就会 我爸妈就会跟我讲 然后我又会问我说 你那时候收入那么少 那个他们公司很低吗 然后你那时候怎么安排好 我都从来没有觉得 家里去吃吹喝 你是怎么安排好的这些 就是他讲 就是问他过去 刚才爱琪提到吧 就是你要这样 他讲他们过去那些事情 会非常开心 心理学研究也发现 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 你记得最深刻的事件 是什么时候呢 深刻的那些事情 都是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是大概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吧 那个威杰你可能现在不觉得 我这个年龄 我真的会觉得 就是特别特别 就是我们喜欢 像我这个年龄 我喜欢的歌曲 依然是我十几岁时候 听过的歌曲 那是最喜欢的 然后一想到很多场景 都是马上就闪回到 少年时代 然后老年人也一样 就是我们会发现 当你人越大 你年龄越大 你回忆过去的事情 都大部分都集中了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说 他为什么会喜欢 跟你讲他过去的事呢 记得清楚啊 然后还有好多 那时候他深刻的那种 自我的体验 都在那时候发生的 所以你跟老人相处 你想怎么打开话匣子啊 你就让他讲他过去的事情 真的是滔滔不觉得 他就可以讲 当然还有很多 像我们刚才 我们隔得远的嘛 我们大部分都是电话什么的 而且还可以每天 两次的电话 我家我没有 我爸爸其实 我爸爸妈妈年龄都很大 我父亲今天都八十八了 然后妈妈也大 对对 他们俩非常 让我就说我们家简直另类啊 完全不典型 因为我父母没有需要我和我姐姐照顾 他们俩独立生活 虽然他跟我姐姐生活在一起啊 但是不需要我姐姐去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 然后我爸爸这次 现在还在生病呢 应该新冠了 他晚上需要在医院住着观察 那谁去陪呢 不是我姐姐 是我妈妈去陪的 对他们俩 我们家不典型 但是呢就是 但我们家在表达感情上 是典型的中国家庭 就是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表达爱 不会像爱惜的爸爸那样心肝 我爸从来不那样叫我 我妈的我 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在我上高中上中学的时候 从来不当面表扬我 他可以在背后把我夸上天 在人家面前夸上天 他从来不当面表扬我 就非常典型的那个 中国的家庭生活 对就是那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家呢 我们也没有频繁的打电话 然后那个 我会一个星期打 但是打呢 我会注意一下时间什么的 比如说尽量长的时间说 半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聊 然后就齐齐巴巴的聊 就这种的 还有我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假期我除了春节回家 春节我能回家 我都回家 然后暑假 因为暑假我父母 他们会到山里头去避暑 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们去 跟着他们到山里头去 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嘛 因为也没有家务的那些 所事啊 你都不用你拐 你住在农家院里头 就每天就陪他们散步啊 然后陪他们打牌 就打升级啊这种的 我爸爸特别开心 因为我爸从年轻时候 就来打牌 这炮胜心极强 需要排答的 他老了 他都是那个样子 他可以在牌中上 骂队友的那种 因为炮胜心极强 当然他不会骂我了 然后我就带着他外孙嘛 我儿子 然后跟他一起打牌 跟他们俩一起打牌 特别开心 他们就能打 然后你会发现 旁边的老人啊 同住的 都住在农家这儿 有好多老人都在那避暑 他们一看见这种 就是祖孙三代在一起打牌 就特别羡慕啊 说你们家女儿 还能带着孙子回来 陪你打牌 多开心啊 对 这是我一定固定的 我能回去 我都陪他们这种 其实 当然陪散步也是啊 其实我们就讲 说如果你能在身边 能多陪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聊天嘛 更做一件事情 你陪他去买东西啦 对吧 然后散步啊 然后你讲我就打牌啊 认真吃饭啊 帮忙做菜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陪伴 这很重要 就是跟故事相处 隔都远了 就是你让他感觉到 对吧 爱琪讲的 你让他感觉到 他是被需要的 对吧 你想办法 而且就是忙也可以 跟去好众都说 我忙啊 顾不上 说真的 我们经常说谈恋爱的人 你忙你难道忙到 对 对吧 你难道忙到 电话都打不了 你不能给我打一个电话吗 给我发一个微信吗 都是这样的 对吧 爸爸妈妈父母 他们老了 他们很少这样去表达 我们可以看那个 就是那个 谁住进养老院 那本书里头 就讲父母 其实非常希望老年 非常希望孩子来 看望他们 能多待一些时间 对吧 但他不说出口 他不说会合 不代表他不需要 所以就是 就是把它放在心上 他们其实不太需要 不是说你非要 为他们做的什么什么事 你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很重要了 这可能比所有的那些 外在的那些 你给不给钱 然后你要不要给他买房子 你要不要带他旅行 我觉得这些 比那些都重要 就是那个 有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这些 父母要求 可能都不多 对吧 一点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 但是这一点点 确实是有 我觉得有技术的 就是刚刚聊老师 其实都提到 就是要给父母提供 被需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是学到 就因为我很长时间 我觉得也是就是 就属于那种 报喜不报忧的状态 就是外面发生坏事 反正不要跟他们讲了 就是给他们高兴一下 这种 但是确实是 好像让他们 在你的生活里面 出现一点点 小的参与 让他们觉得 他们帮上忙了 那个感觉 确实父母的感受 是很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有一个研究结果 就来讲讲 我们有一个研究结果 就是空巢的父母 他和子女之间的这种 我们叫亲子支持 其实有包括有物质上的 然后情感上的 还有生活照顾类的 这三类的支持 但这种之处 我们常常说像 就是孩子给父母的 然后包括 然后同样有父母给孩子的 然后我们就看了 他们这种相互的 亲子支持的状况 然后和父母的 那个抑郁水平 我们把抑郁水平 当做一个心理健康的指标 然后做了一个关联的分析 就发现 特别有意思的结果 一开始我们预期的是说 子女提供给你的 这种情感上的支持越多 你应该抑郁水平越低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在城市当中 在城市当中 子女提供给父母 多少这样的支持 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能给子女提供多少 这种情感上的支持 就是比如说 孩子有烦心事 他会跟我倾诉 就这种 我们问的是这种问题 如果这种 它是越多这种情况发生 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会越低 对 对就是什么钱啊 生活服务照料什么 不重要 就那个情感 而且是他能提供给你的 特别重要 对 有意思 对 其实像我们在 忘不了餐厅的时候 当时也是专家 给我们很多 我们去在那个日本 当时去做调研 专家给我们很多意见 就是为什么要老人 他们去开餐厅 其实就是给他们 提供一个 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就是包括像后来 就是黄博先生 博哥其实后来也讲到 说他本来在家 其实因为母亲 也得了阿拉丹麻病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比如说洗碗碗之后 就让他 不要动了 不要动了 你什么都不要动了 你就去坐着 就是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 你不用动了 其实他们 原来传统的都会觉得 这是因为孝顺 就是让父母更轻松 但是其实后来 你会发现 就是包括博哥 包括我们都在 就是调整 如何对待父母 如何为他们 就帮助他们 去抵抗衰老 跟延缓衰老 其实就是让他们 去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就是让他 比如说你该让他干的 还是让他干 就是不要去阻止 他想要去干一些 什么事情 就是包括说 就是很多 你觉得他干起来 很累的东西 只要你觉得 是他身体 能够承受范围之内 其实你都是 可以交给他的 就这样的话 让他会觉得 我还是被需要的 对 因为如果你说 不要动 你就坐在那里就好了 他会觉得 我是不是废物 对吧 对 或者说你是不是担心 我把你什么事情 搞砸了 搞坏了 对吧 就是这样 而且其实如果 很好的方式的话 其实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遗憾 我们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长时间的去使用 就是让他 真正加入到 你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我有 很多好的朋友 他们是真的 使用上的 比如说 闺蜜的聚会 能够带着自己的母亲 甚至我看到现在 很多是带着妈妈 一起去追星的 让他真的参与到 你的生活里面 就是去体验 你现在年轻人 正在进行的一些体验 就是让他真的进入 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 去感受新的东西 其实这个 对他们来讲 其实挺重要 包括说现在 网上很多说 让自己的爷爷奶奶 去喝网红的奶茶 体验罗斯粉什么的 其实都是 给他们带来一些 新的新鲜事物 嗯 是的 这个我们那讲 那个北京原来提倡过 一个叫新二十四孝 啊啊啊 对我在说 天啊 看到吧 他们说 那个不是传统二十四孝 是新二十四孝 反正说 里头大概就讲了 说你作为子女 你可以为父母做的事情 那比如说就有带他 带父母参观 你工作的场所 嗯 然后 这个我做到了 哇呀 我在第三季的时候 就让我的爸爸来到了 冒不了餐厅的现场 嗯 就是直接参与了录制 在现场看 就是我 我其实 因为这个节目 也是跟老人相关嘛 对我来讲 我是很希望 他有机会 能够进入在 因为要不然 他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对 这个其实也是让他 内心有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嗯 对 父母就是 他们就是能够 参与到我们生活当中 对吧 他就是会很开心 知道你在干嘛 好多时候我们 什么都不跟他讲 对 包括刚才是 报喜不报忧 他反而更担心 他反而更容易追着你 以前他还说 我他没说 如果妈妈打电话 老师催婚怎么办 嗯 那对啊 因为老师催婚的话 是因为他想了解 你的生活 对吧 他怕他担心你 那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应对 让他以后不再催婚呢 你就得转移他的注意力 把一堆波也给他 就是 王老师你提醒我了 你提醒我了 该不会是因为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方式 你可以一个 反向的跟你的父母讲说 怎么办 我好焦虑哦 我怎么找不到 焦虑转移 对 你说怎么办 我这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 我还没办法生育 我不会是 因为我之前有过 给我父母 透露过这种焦虑 对 他们欠你的变成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我孩子那会儿 刚上中学的时候 还是就是 有段适应期嘛 他会也稍微的 不是那么理想 然后我就会把这种 担忧讲给我妈听 然后我就感觉我从我妈妈那里 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但是真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跟他讲实际情况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不要急啊 然后你们 你和你姐姐长大 我们也从来没有那么严的 对待过你们 所以也挺好嘛 他给我的那种 那种精神上的 情感上的那种安慰 特别特别大 最好人都说 你怎么面对你孩子的学习啊 所以我学生都讲 老师你都不辅导 你儿子学习吗 我说不辅导 然后我说这种 这种淡定啊 我妈妈给我 就是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男孩子啊 你不要管得太严啊 孩子 不仅是男孩子 所有孩子都不要管得太严 他说你看你和你姐姐 从小长大 我们也就 并没有向他们 规定那么多的条条款款 你们不也长得挺好吗 就给我的这种安慰 就是他 他知道你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对吧 然后他也知道你需要他 然后那种沟通 其实就很好了 嗯 还是比较 就比较怕那种 你什么都不要管哈 然后你 我什么都行 你别烦我 我已经大人了 你不要再管我了 其实这对父母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失落 就是我不再被人需要了嘛 被人需要是人 非常非常高级的 一个心理需求 对 其实我觉得不光 就是当然父母 我们的父母 他们就是上一代人嘛 他们 我觉得其实是 我自己想一下 如果我老了 就是其实换位思考啊 就是我就担心老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是担心自己 变成一个 不被社会需要的人 觉得自己 相当于一个 被社会隔离一样啊 就好像 你们在忙 真正重要的事情 而我不知道 坐在那里干什么 那种感觉 其实 如果说 我觉得应该会很痛苦啊 就是那种感受 就是 没这种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不仅仅是 我们作为子女的问题 其实在更大范围上 应该社会 社会有提供更多的 给老年人参与的 这种这种机会 对吧 而不是说 那我们现在一提 说人口老龄化 就会说是养老问题 我们要怎么 把他们养起来 养起来 对吧 但其实 你们为什么不是想的是 为什么可以 把他们纳入到社会 作为社会的主要群体 作为主要力量 来对待呢 对吧 那是可以的呀 多开始 我觉得以后 我觉得以后 一定是会 把他们纳到主要的群体 因为比例一直在增加 你没有办法去抵抗 对对对 小孩也不出声 然后对吧 就只有他们了 就比如说只有我们了 就我们那时候 应该是老人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这也是我之后 还是想要持续性的 去生根这个题材 我觉得包括像 柳黄老师这么好的 就是老师能够 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 是因为我觉得 在那个年代的老人 他们其实 他们很 真的学校为生存 去付出很多 他们都没有时间 去探索跟思考 包括他们在35岁的时候 一定还是在想着 如何把孩子抚养成人 但是像我们很lucky 我们在35岁的时候 可以想说 我们如何去备老 我们老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 然后我们该看什么书 然后去了解 什么样的知识 然后去认识到 什么样的领域 能够给自己 就是真正变老的时候 储备一些 不管是身体 还是心理的能量 那个年代的老人 是没有的 所以其实 真的需要很多年轻人 像我们家的年轻人 去帮助他们 提高他们的认知 不要觉得老了 就没用了 就是老了 就怎么着了 老了就可以 随便一整天 就穿着睡衣在家 不用打扮了 就是这其实也是 我们见到的 很多国外的老年人 跟我们中国的老年人 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很多中国的老年人 就是我没用了 永远把这个 我没用的 挂在嘴巴上 但是国外的老年人 即便他们住养老院 他们也把他们那个房间 打扫 就是装扮的 就跟家一样 就是他们每天穿的 还是非常的体面 然后他们甚至 还去做医美 还去染发 就是其实 我觉得这个 还是心态上的 一个认知 就是我们之前 现在已经老式的老年人 还没有那个机会 有这样认知 对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 包括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这个直播 其实是能够 帮助很多年轻人 也鼓起劲来 去影响家里的老人 甚至身边的老人 对 是的 对 就是其实两位老师 刚刚也都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心生儿很少 但是老人 他越来越多的 这么一个状况 其实他是有一组数据的 就是说 应该到了2040年 其实也就没几年了 就是我们的 就是所谓的老龄化人口 他应该是有一个指标 就是叫65岁以上的人口 他会达到 总人口的23.8% 然后那 相当于其实就 将近三分之一了 已经 然后到了 我们的所 现在其实平均寿命 已经81了嘛 到时候 已经 将近80岁了嘛 到时候就是80.03岁 其实他已经 到了 在国际上的话 其实现在 我们已经比 全球的预期寿命都要高了 那 到了2050年 我们 就是到了这种 65岁的人口 从比例 我们应该已经要 再上升16% 就是 他是一个 应该我觉得像 不能说这样上 他应该是这样上上的 一个取向 对 对 非常陡了 就是 那首先我们 社会 其实我觉得是 没有做好准备 怎么迎接 这样的一个社会呢 然后其次呢 我觉得 在我们中国 其实是因为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 很短的时间内 实现现代化的 一个状态嘛 所以可能 全社会的心态啊 包括我们 整个我们 其实之前 很多年 我们的生育的 这个逻辑啊 大家的一种 社会上的准备 其实都没有做好 就是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一代老人 就是我们的这一代 包括上一代的老人 他们 其实是应该是 有一些很独特的 这种心理变化的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迎接了一种 社会思潮上的 剧烈的转变啊 那他们对于 自己接受 自己变成老人 自己以后怎么养老 这些问题 我觉得应该 我觉得是有 中国的独特性的 所以 因为 彭老师一直都是 研究这个 老年心灵嘛 我其实也很想 问您 在研究中 发现像我们 中国的老年人 他们主要面临的 最重要的 核心的心理问题 是什么 就是我们 怎么能帮助 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刚才你讲的 这个情况 就是我们有一词 来概括 这情况叫做 未富先老 对对 整个中国 整个中国 他讲的整个中国 就是你的经济社会 经济水平 还没有发展到 那么高的水平 但是人口已经老龄化了 所以他叫 未富先老 所以你有好多的 设施啊 政策啊什么 你可能还没有 来得及跟得上 他还在制定过程当中 完胜过程当中 那你就意味着什么呢 可能我们老年以后的 现在至少 现在并不是 所有的社会保障 都做得足够 对于老年人来讲 那那种对于 所以对于健康的那种担忧 对 因为你身体出了毛病 那就意味着 医疗要支出很大的费用 然后那你是否是 保障你足够 可以安安心心去治病 然后没有所有的后顾 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到 就像类似这种情况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 可能怕老 担心老后 那个身体疾病什么的 就医疗不能得以保障 这种的 都是比较明显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很 还有就是我们还 面对还有一个 就是家庭规模的变化 家庭规模变化 你看我们就是 前面是实行计划生育 所以这种家庭少子化 然后还有我们流 人口的流动 会比较强 空巢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尤其是 那个就是农村 或者三次线城市的 对吧 年轻人都走了 他去了更 更大的地方 然后对留下的老年人 这种空巢多 那其实在大城市 也一样 空巢 因为居住方式 家庭规模都在变 所以这个就带来 就是我们现在 看到比较多的 调查当中显示的 从心理健康 因为刚才问我 心理健康方面来讲 最突出的三种 负面情绪 老年人能够体会到的 在中国 一个是抑郁 一个是焦虑 还有一个是孤独 就是这三个 在你大概去看 翻看这些 就是有关了 人的心理健康 这些文献 基本上就是在 这三个层面上 这三方面 当然这三方面的话 你说怎么帮助 那肯定是各个方面都有 对吧 你像在农村 那必然的这种 养老保障 你怎么解决 因为它是非常现实 有好多这些问题 它是来自于 你的焦虑也好 你的抑郁 孤独也好 来自现实问题 你没有 你没有养老保障 然后家里人 没有照顾 没有人能够照顾你 然后社区 可能也很难 就是提供到 那么强有力的支持 等等 这些各种原因 所以你说 从单独心理学上 来解决 那心理学 讲的是个人的调适 我们当然会讲 作为老年人 你自身 作为家庭 你要怎么样去 去应对 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 可能你得锻炼身体 然后你得 有一定的健康知识 你得有良好的心态 对吧 然后你也得积极参与 因为我们 像刚才 以前你提到说 老年人经常把说 我没用了 这种话放在嘴边 对吧 这种话的话 其实就是 它其实也是一种心态 态度 对于到底老年人 你怎么来看 这么长时间 我们60岁退休 到现在 平均寿命那么高 那好几十年 你怎么过 可能都是没用状态 那怎么来用 这就是我们都是 那你只有去参与社会 你只有去积极的和人 就是建立这种社会联系的话 你可能那种孤独感 才会减弱 你也会觉得体会到 有机会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那你相应的 像抑郁焦虑这种 可能也会相应的减少 但这只是从个人层面 我们但我们讲了 努力不能只在 个人层面上努力 你社会大环境的问题 不解决的话 那我们个人努力 那也是还是有 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大环境上 也同样是 就是整个社会 怎么看的老年群体 刚才我们讲了 对吧 你这么大老年群体 大家去把它排作 他者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 小的特殊群体 去对待 但其实你看那数字规模 你就知道不小 我有一天早上 我坐公交车去故宫吧 从我们学校去故宫 那个大概八点半左右 那个公交车上 我是上面围三的年轻人 我这还叫年轻呢 就我这个年龄 还叫年轻呢 就比我在年龄 再小的那个公交车上 已经没有了 然后其他的权人是老年人 所以你就能够 特别特别直观地 体会到这种 整个这个老年人群的增大 那我们社会 怎么样来挖掘 这些老年人的这种潜力 你要让到社会参与 你得提供机会 有独进 然后而且应该还有鼓励 还有就是 就是要消除那些 消极的那种刻板印象 就是对社会大众来讲 其实可做的事情很多 有的是宏观层面的 大层面 有的是我们个人层面 对一起努力 我觉得可能才能够去 很好的解决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 未复先老的这种问题 这事好大 真的是好大 不许讲起来 有讲到 那讲说 应对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说成为国家战略 大家很多人都以为 是只解决养老问题 但是一说 你就会发现 好大一个事情 系统工程 对 其实我也是 我觉得应该是 大概在去年 就是疫情的那个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也是 就是跟疫情这个题嘛 我是那个时候 第一次知道 原来北京 就是东西城 这个老龄化人口 是全国最高的 应该是跟上海 对 特别高 它应该有 我当时好像西城 应该是要到三分之一 以上全部都是老人了 就已经 所以当时 其实疫情对北京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嘛 因为 它主要攻击 就是这部分人群嘛 反而好像那种小城市 它受到的影响 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当时才意识到 即使在中国 它这种意志性 是很强的 它每个地方 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啊 然后包括我们的 这种养老政策啊 其实都不一样 然后也 其实也是 那个时候感受到 其实各个家庭 老人的这个心理状况啊 老人的这个健康状况 其实差异都很大 然后 像刚刚彭老师讲 这个抑郁焦虑孤独 我现在觉得 我爸三点都占了 就他是 今天抑郁 明天焦虑 就这种感觉 就是他 不停地在 之间横跳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呀 如果他得有点小 伤点小病是吧 你就更没有办法去 具体地解决 他这种个人的问题了 所以 确实已经说了这个 就是不管是从 一个小的家庭 还是到一个大的社会 他这个真是一个 很棘手 是一个大问题 真的 他就是一个 他需要 他这个大工程 然后也需要 所有人的意识努力 然后也需要 我们有一段的时间 他也不是一蹴而就 所以 能够慢慢地推动 这些的变化 我觉得 还是就是 非常有希望的 就怕的是 大家一直停留在 过去对老的那种看法上 对 对 那爱惜 你觉得就是像 就是你在养老院 包括你们一直在接触 教研里面 接触这些老人的时候 你觉得 现实中 你觉得老人 他们最关注的 都是哪些问题啊 就是 我觉得 其实可能分为两种 因为我们 我去的是北京 相对比较好的养老院 然后忘不了餐厅 就的确 忘不了餐厅请来 我们真正找到的老人 能够我们接触到的渠道 相对来讲 老人其实不太需要 为很多生计上面去发愁 就是都是相对 就是年纪大了 然后家庭生活还比较好的 这样的 经济条件还比较好的老人 我觉得针对这一部分的老人来讲 我待会具体再讲 我觉得对于一些农村老人来讲 可能很多是经济上面的 一些焦虑 就是我们 我在看一些 就是调研 就是了解到的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 那那个我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那对于很多城市里面的老人 我觉得还是 就是还是孤独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孤独 然后社交的减少 因为坦白讲 活到那个岁数之后 其实他们本身可能经常 会在一起去的老姐妹啊 朋友可能都一个一个的离去 包括我经常听到 我父亲跟我打电话又讲说 啊我的某个某个同事 我的某个某个战友 然后心脏病走了之类了 就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一个是对死亡的恐惧 然后一个是对就是 就是就是我本身正常的社交 不断在减少 就是然后产生去大的一些孤独感 我觉得这两个是相对比较重的问题 因为这也是我当时 其实去养老院去采访很多老人 跟很多老人聊天的时候 就他们跟我讲的 其实就他们一直在劝我说 呃包括我当时带了我的小伙伴 然后我的小伙伴也是 老板餐厅的导演 然后他是一个90后 然后去之前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就是一个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的人 然后去了之后呢 因为老不所有的老人 就是给了两个人生建议就是 你一天要找到一个伴 就不管是爱人还是说朋友 或者是说能够跟你一起到老 但是其实最终都是留下一个人 因为不管是你现在用什么方式去 为你的养老做准备 你都没有办法去预料到 真正到那一刻 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对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老人 蛮有一个 我们当时去的那个春雪茂的老人 有一个其中有个老人 我觉得他还蛮 我觉得他说的很朴实 但是我觉得很有用 就是也是我现在一直在不断的 那天我还跟拉木扬子在聊天 就是同样的一个理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为我们备老做准备的 就是一定要有足够多的爱好 能支撑你年纪大的时候 有事情可干 然后还能够继续热爱生活 那个老人是一个书法家 然后我几乎每次推开他的门 他都在写字 写的一首好字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精神需求对于我来讲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我的老伴去世了之后 子女也没有时间陪我 然后我来了养老院之后 每次写字就能够让我觉得我很有用 就是能够让我觉得 我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安静 然后很愉悦 那因为他写字就很享受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做 然后他还喜欢打麻将 就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爱好 能够丰富一天的生活 让你觉得啊 我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年纪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就要开始储备 包括说我其实现在也不断地在给我的家人 就是去去挖掘他们到底对什么感兴趣 但是你会发现年纪越大越难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包括说对于打扮 就是但你我觉得作为年轻人 我们希望如何孝顺父母很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不是给他们钱 也不是说给他们很多物质上面的东西 而是帮助他们去探索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可能 是能够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体验 以及让自己变得更开心的 包括像我经常就买 比如像我父母 我经常就是买一些年轻人的潮牌的衣服 然后比如说吊带裤啊 比如说一些很稀奇古怪 年轻人穿的T恤或者帽子啊 我就是逼迫他穿 其实我觉得逼迫 我的逼迫当然不是说就是很凶的去逼迫他 我说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然后他就会先去尝试 然后尝试一次的时候 觉得这怎么会是我这个年纪穿的呢 但是你带他出去溜的时候 你就发现所有的人都说好帅啊 好精神啊 他就会从中找到很多自信 其实这个也是给他体验一些新鲜事物的方式 包括说忘不了餐厅的老人 也是 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是一个没有什么脚 没有脚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但是呢 我们会提前预设一些东西 比如说 我们来的嘉宾会给他们带来一些 比如说露营 像我们第三季的露营 就是比如说会给他带来一些音乐治疗 就给他感受一些新 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些新奇的东西 就是就是 那么包括像我们 其实第三季有一个奶奶叫萧奶奶 她特别厉害 她就是很爱看各种就是就是 就是热播剧 就是一些科CP 然后就他比我们年轻人 就是更更冲浪更厉害 就是就是你就会发现这些新鲜事物 让他觉得自己元气满满的 然后他会把这些东西再分享给他的那个老老人院的人 然后甚至他有时候会就是有时候他会经常给我发照片 我给你看看他给我发的一个照片 就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奶奶 你看他给我发的一个照片 哇哦 他自己拍的吗 他自己加封面嘛 对 就是就是你看 然后就是用一些 对然后 我说你怎么回事 他说我就是在养老院里面让他给我拍的 然后他就会经常给我发一些 你看他就是很臭美的照片 就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你要包括我自己家的老人 你要不断的激起他对生活的热爱 包括我父亲也是 我就带他去拍一些很搞笑的一些视频啊 或者是照片 然后弄完之后我再跟他分享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帅 然后我再拉着他的同龄人 甚至拉着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我就说你看 我爸是不是很帅 然后把这些好的评论都分享给他 他就会觉得 这个尝试其实也还是可以 我觉得只是给他 我觉得不是强迫他们 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到那个年纪 那个奶奶就跟我讲啊 赚多少钱都没有你 没有你自己有爱好 跟你有人说话来的重要 他就跟我讲说 你找老公 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他有钱 就是你们能够聊得来 很有道理 说的非常非常对 对 我觉得大智慧 而且不是一个奶奶哦 几乎所有的奶奶 都是这个评价 对 就是过来人的经验 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 他说聊得来 就是比千金都难买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社会的连接 然后那种亲密的情感联系 他一定要有 每一个人都是要有的 我们需要被人爱 然后也需要爱别人 就是我们可以去 你还有能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应对老 作为个人来讲 生活的一个武器吧 或者法宝吧 我觉得是这样 但确实是我觉得 对于个人来说 就对我们自己来说 现在就得开始给自己储备这个东西 不要等到说 是的 等到以后对世界没有兴趣了 然后才开始想 尤其是 我最没想说的是 尤其是男性 太对了 是吧 尤其是 因为我们太多的老年男性 那个在离开工作之后 没有个人爱好 然后劳圈也缩小了 因为我们好多社区的这些活动 都是奶奶参加 对 参加 被奶奶又健谈 随女人磨得救吗 对 对 女性 真的是 对吧 然后她那个社会连接很强 然后但是对于叔叔或者爷爷 我们其实很担忧 就 怎么办 你不能一个人在家里都刷手机 对吧 然后你 你要再走出来 但是走出来 她又不喜欢 又不喜欢参加你 这样子 还有有的时候她嫌 奶奶们参加的活动 她没兴趣 对对 她觉得那个太low了 对对对 他们喜欢那个社会时势啊 军事啊 政治啊 他们喜欢这些 所以其实社会也可以更多的关注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社区啊 好多开展的这些活动啊 她很多更偏 好像更适合女孩 不是适合的爷爷 所以怎么样来调动老年男性的 当然我们两个男性也一样啊 就是你在年轻时候 刚才讲年轻时候积累爱好 男性特别特别要注意这一点 一直要找到自己的爱好 其实伯哥 伯哥是一个 真的爱好很多的人 然后我就 我就经常说她 我说你真的不怕老哎 你老了之后 你应该很开心嘛 因为她说 对啊老了之后 很多时间会她的雕塑 然后那个画画 然后唱歌跳 我觉得她什么都能干 所以我觉得 就是在你变老之前 就是最好的抗老的法宝 就是积累你的爱好 寻找到你真的觉得感兴趣 能够持续热爱的东西 嗯 为老的准备 应该是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 对不是领导跟起来 是领导 对修前两三年 对不行 学不到了 学不会 那时候能准备也很好 随时会 随时开始 都是很好的 对 但其实我觉得就刚朋友讲 这个状况就真的就是 在我爸身上 装身上头了 就是 他就是因为他以前 比较爱看书 他以前那个 但是现在 就是眼睛花了 他觉得不愿意看 然后他写毛笔字 他就哎呀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 是吧 太麻烦了 把那些东西摊开 还得洗笔什么的 他不想弄 然后就是 你给他提供一个东西 他又说 哎呀 太麻烦了 然后说你出去 跟人溜溜呢 哎呀 他们聊的话题都很无聊 我说 我说人家 我妈妈跟人家 就是社区里面 唱歌跳舞啊 那些女人们的那种 那都是啥 就他会有这种 但是我觉得像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父亲就是 那个退休之后 疯狂的爱上了游泳 然后其实他就 天天都要去 然后他当时 他来北京 跟他一起住嘛 然后就是到北京 其实他没有住 两个月吧 但他还办了一张游泳卡 就是他说 我这个不能停 我必须要天天游 就是我觉得 他整个人的状态就 而且身材也变得很好 就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年纪的老年人 他们一般都有肚子嘛 他其实有点就没有了 然后他整个人那种 就是精细神也就回来了 所以 其实我觉得就是 保持那种 觉得自己 没有那么老的那种心态 然后并且 不停地去找那个东西 其实真的挺重要的 而且我们做子女的 也应该去帮他们找 或者给他们提供 一些选项 对 就我们讲的老化态度 就是你有什么态度 来看待老年 也要一直都是消沉的 然后那个 那个是颓废的 那肯定就是越来越消极 但如果你是积极地 开放的 然后你愿意去尝试的 或是说 有一个东西 可以持续的 都行 那就是那个态度嘛 很多老年都会讲 心态 心态决定 老年人都明白 很多老人都明白 但是也有好多冷酱 还没明白呢 我们还需要他们明白 那两位其实 刚刚都聊到了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像我们东亚 三国啊 就是周日韩 其实最早应该是 日本 他最早进入的老龄化嘛 然后那可能到 慢慢的 我们现在就跟上 他们这个整个 这个节奏了 但也包括在这个 谁住进养老院里 他也提到 就说其实到现在 应该我们现在 整个全国这个大趋势 还是就是家庭养老 老人自主养老 这个趋势为主 然后其次 他会有一些社区的 然后包括这种 机构养老的 然后我们 我们杂志其实 这两年其实 一直都在做 这个养老的题嘛 就连续两三年 都做这个封面 我当时去年时候 我们我去那个 就是北京东城 去采访的时候 发现他们有那种 就是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们政府 有很多好的政策 但是大家都不是很 好像都宣传不到位啊 大家都不太知道 就是像我知道 就是北京市 他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 有这种高龄老人 然后这种 比如说你是 失读老人 或者说这种 还有那种就是 失能失智的 就是可能需要 很多帮助老人 你就可以把他 报到 还有他们的一个机构 或者卫健委之类 他有一个网站 你把他报上去之后 你当地的社区 就会定期去看你 然后他会给你 很多这种支持 社区医院的医生 也会过去给你看 定期凉血压 他给你如果需要的话 给你送到上级医院去 就是有很多人来帮你的 但是大家好像都 就是就不知道 有这么个事啊 然后其实 所以就很多东西 都错过去了 我当时其实跟着他们一位 就是东城区的 一位社区医生 当时也去他们一位 那个百岁老人的家里面 当时其实还挺触动的 就是那个老人 因为他 他家其实房子不大嘛 他就住在一个小的一个角儿里 然后 他是由他的儿子在照顾 但是一个百岁老人嘛 他儿子其实也已经 七十多岁了 就是整个就是那种 觉得很感人 就觉得 那个大爷照顾 他妈妈照顾的非常的好 他每天记在笔记本上 就是妈妈今天早上吃什么了 然后今天上你自卫生间 然后就这种 非常的细致 然后他那种 社区医生也会帮他说 上一次我们给你的那个表 拿过来了 给你对比一下 这次的指标怎么样啊 就是 其实他的那种 帮助已经很多了 但是 他面临的现实问题 又很复杂 就是比如说 我当时其实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其实如果活到一百岁 我不想活到那么老的感觉 就是 就很羡慕他那种高瘦 但是就是 因为他那个假牙 他是戴着一个假牙 但是那个假 他也很瘦了 所以假牙戴起来 是有点活的 所以他每说一句话 假牙都在掉 然后就 对对 他就因为很难卡住 那种感觉 然后就包括他那个 因为他去年 就有阿姨 他当时是被 奶奶 他当时被那个 就是下床的时候 磕了一下 所以他这个底骨 就受了一点伤 然后所以他就 整个半年都躺在床上 不能动 但他其实可以 就之前是可以下床的 现在就 这些在床边的活动 也没有了 就是 我就感觉 如果是我的话 每天坐在那里 然后别人照顾着我 我得看着窗外 然后我牙又不能 吃饭又不能吃很多 就是 感觉很难过 就是 就是那种感觉 让人觉得 就很心疼 那种 就是 其实 我其实一直 也挺想知道 就是 既然他养老 它是一个很大的 社会工程 或者它是一个 系统工程 就是 两个老师 你们是怎么想说 我们 怎么来给自己的父母 做一个养老选择 我们之后 就是 就是在 在观察到的这种研究里面 就是 什么样的 助到养老 老人 也好 包括说 我们在一些正常的这种 调研里面 发养老人 也好 就是 不同的养老的方式 包括家庭 社区 然后给他们的心理 带来的影响 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先问一下 彭老师 嗯 肯定的呀 就是 因为你看我们做了 那心理研究的 都会区分 他是在社区生活的老人 还是在机构养老人 就是 机构老人的特点 就是一般是年龄很大 然后身体不好 因为 如果他能生活 基本自理的话 一般也不会去 那个机构 养老机构去住 对吧 还有这样的特点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国家 现在养老机构 说实话 那个身姿不齐 那个水平 有的很好 有的 像刚才阿西提到 像春学帽这种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吧 但是他也有 非常非常的 底层也好 或者说 条件不那么好的 也有很差的 可能仅能供你吃喝 管住这一点 你只能做到这一点 也很多 所以 住养老院 应该说 还不是我们国家 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应该现在的比例 我不太说的准确 大概是 9731 还是什么意思 就他们有一个数字 大概是你有多少 多少人是社区养老 家庭养老 然后社区养老 然后机构养老 但机构养老 有养老院 是占最小最小的 那种务力的 我们国家好像 其实我记得 他们就讲是 希望推进的是 社区养老 就是说 一个是作为老年人来讲 本身 很多老年人 是不太愿意 去住养老院的 还是愿意在家 我们其实大部分人 还是愿意在自己家里头 对吧 但是家里呢 确实有招量负担 你孩子不可能不在身边 你又年龄大了 那怎么办 那个 而且你刚才说的 其实社区 能够提供这样的支持 监控也好 然后那个服务清单也好 这些包括陪上门 给你洗澡啊 然后社区提供小饭桌啊 这些 其实北京现在 有一些社区可以做的 还是比较不错的 相当是希望 就是大力的发展 这种 这种 这种模式 也符合我们的人的 这种心理吧 就是大家老的 那种心理状态 当然这个呢 只是在北京啊 我也不确定 在其他的城市 你知道北京已经是 最有钱的一个地方了 对对对 然后他也不见得 能够覆盖到所有的社区 但他们努力的去发展它 反正我们学校对面 我就能看到 像这种养老驿站 像这种社区的 养老服务中心等等 它都有 就是各个方面的吧 就是总的来说 是希望能够在家 然后我看到 还有一些 就是这种养老 不知道 就是养老产业的 他们发展出来 是那种模式 就是建立养老社区 那种就是 就是建房子嘛 然后大家都 上年人住在 但是你也可以 你的孩子也可以住在那里 它相对宽松 但是它可能提供的 这种医疗保障 然后什么生活照料 这种相对多一些 但现在这个 还是非常少的 依然是可能去 不是能够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 能够 够得到 对有钱够得到的 这种的 所以 刚才说养老院也是 好多养老院 你可能排 多少年都排不到 那天我同事跟我讲 说他们家楼下 那个是公立养老院 非常非常好 他们家要排一百年 可能排排得上 就这种资源也不够嘛 对吧 这种资源不够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 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 实际上我父母的养老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觉得是解决了 因为他就在家里 跟我姐姐住嘛 然后他们生活能力 相对独立 所以对我们家来讲 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太大的养老负担 可能我姐姐会比我 更辛苦一些 我们家是我出钱 我姐姐处理的这种 那我姐姐会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这已经属于是 解决得很好了 对吧 但是像我 我只有一个孩子 他我将来老了 他怎么讲 我会指望他吗 包括跟我同龄的人 我们大部分都不太指望 我们的孩子来养老 你也知道他负担不起 就是他将来还有 他的那个岳父岳母那边呢 再加上我们这边四个老人 然后他可能会 负担不起这种养老 那怎么办 我们肯定想的是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到我们这一代 对于传统的子女赡养的这种方式 或者家庭养老赡养的这种方式 其实已经不再期待 我们都不期待 然后以前还流传说是 在大很流行讲 要抱团养老这种 对吧 对对 我每次都要打击他们 你知道吗 每次 他每次一提抱团养老 多么美好 好朋友 然后住在一起 对吧 然后休闲娱乐 共同爱好什么这些 我每次都打击他们 我说你这个你六七十岁的时候可以 你有没有想过你八十八十五岁后 可不可以呢 对吧 就是这种这种状态 那我反正在我个人看来 可能也不对 也不见得就对 我是理想的 我觉得理想的还是可能这种 养老社区会比较合适一点 当然也许将来不需要那种高端社区建设 因为自然而然一个社区 它就变成一家老社区了 因为大家都老了嘛 自然而然的 但是但是希望就是什么呢 公共服务或者公共设施 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适合老年 所谓的现在的适老化 对吧 那种环境设施 有更多的适合老年人的这种建设 然后服务可能也更多的提供的上 另外还有一个期待是什么呢 我跟我同事 我们也跟虾聊 说发现不某而鸿 我们俩都期待机器人 就是机器人管家 因为想人工不能发展到现在 那我觉得等我们老的时候 一定可以有希望 买一个机器人管家 贴身照顾就好了 对吧 你不就是生活照料吗 这些 然后精神上呢 那就是自己开拓你的精神世界的 当然包括和孩子的联系 当然了 我们虽然这么想 也没准我儿子其实就是想 将来和我在一起呢 有一次我也是回去陪 他外公外婆的那个 避暑的时候走在路上 因为那片他们避暑的地方 所有的老人就是市区里头老人都到那去避暑 所以路上建的基本都是老年人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 我说那个他们都到这里来避暑养老什么的 那将来我可能也要这样 我儿子说你将来也要这样吗 我说你没有想过你跟我住在一起吗 然后他说 我当然想啊 哎呀我倒是想 哎呀小小少年还是爱他妈妈的 但是我很难讲到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 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 他真的能够做到 也许他心有余而立不住 也有可能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期待的就还是 更多的还是相对的独立自主的 不是特别依靠家庭的 因为中国确实现在家庭网络这么小 要完全依靠家庭太难了 我觉得是太难了 依靠子女太难 所以就是那当然社会的话 对国家的要求也很高 你还要覆盖到这么多人 但是可能不同的力量加入进来吧 哪怕即使是姚老院 我也希望姚老院是那种 那种那种就是 你有更多的自主权的地方的那种姚老院 是什么然后做什么 然后我要养什么见什么人 然后我要什么时候每天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看电影 什么时候出去散布 都希望能够自主决定的 我希望其实是住到这个 其实也就是像家一样的养老院 如果能做到的话当然好了 但是现在我估计不是特别多吧 是吧 对那您有感觉到 就像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 尤其现在住在养老院里 他们的状态会比 就是说我们是住在家里 当然社区里面 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变得更不好吗 或者 数据上来说 我们可能数据上很少去做说 你入住养老院前后的这种变化 对比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 大部分做的是横断的 就是现在也就是做一个比 养老机构 养老院里头测一部分 然后到社区 然后也找一些老年人 做一些调查 做个对比 总的来讲 数据上认为的 在养老院的机构老人 它总体情况还是要比 在社区的要差一些的 但是我想了这个 不一定就是养老院造成的 因为你去住养老院的人本身 他就可能就是各方面 情况要差一些的 所以 当然更有意义的 可能我们就是想要看到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养老院 可以让他改善 变好 对 变好 可以让这样的 不过现在说实话 对于我的研究 我们还很难接触到养老院 各方面的条件限制 尤其像疫情期间 那更难接触了 想要去 对对对 根本就不大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希望将来 我的研究能够也往这个方面去做 但这方面做研究的国内 也不少 我的同仁那些 他们也有好多做这种的 在关注机构的 我原来 我们的同仁 他是在养老院里头 跟40位老人 然后他去随法 跟了三年 跟了三年 然后他做的这种调查 也就发现 发现什么呢 就是其实影响养老院的老年人的 幸福感的因素非常非常多 但是排在前面的 他列举的 我看比如说年龄本身 身体健康状况本身 然后家庭关系 这真正是排在最前三的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条件 也很重要 所以你看说来说去 还是好多东西得从年轻时候积累 对对对 对其实我的感觉上 其实好像是在 就是农村 他们现在可能提倡 住养老院的还多一点 因为农村他本身 现在很多种空心化的状态 原有的社区被打散了 然后会希望 有一个集中的这种机构 来给这样的老人一些照顾 那可能城市里的话 还是希望他能够更在地 把这个社区的 这个原有的网络用起来 让大家对对 建立以前的那种 保持原来的状态 就是我其实一直是在想 就是可能在我们中国 这个还是在一个比较探索期吧 尤其像社区养老 就大家希望 听说上海是做的比较好的 我也是听说 对对 是的 然后是吧 对我感觉是 就是他可能可能 不同的城市 他有这种对养老的这种 这种政策上的安排 都不太一样 就是刚刚就是也想听一下一些 就是因为你们也 比如在全国各个城市 都做过这种调研 包括全球的调研 像你刚刚说在日本啊 这种 就是他们有一些更好的 这种应对的方式嘛 或者说除了我们刚提到的 这几种 或者这几种里面 有没有更细分的好方法呢 其实这一次我在养老院里面 就是当时为什么 我要去养老院体验的 体验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让我觉得蛮吃惊的是 那边的一个 他们那边的员工 我上次是因为 做完节目之后 我其实是去 等于是去探访 他们那个是春圈茂的 一个失智照料中心 然后他们的那个项目 我其实想 只是单纯想要去 看看见见老朋友 但是我会发现里面有很多 很年轻的 零零后的护工 其实对于我来讲 当时是蛮吃惊的 而且他们不是那 就他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都是很享受他们的工作的 元气满满的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很希望能够来看 观察他们一整天的工作 到底他们其实为什么会 在这边工作还 长时间的 二四小时都来照顾老人 而且是端食端尿 就是很实际的一些 照顾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 怎么还会 就是能够坚持下来 然后所以我其实 抱着这个好奇心 真正的去到养老院 住了两天 你会发现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一波人群 他们也是通过了 很多专业的一些学习 能够留下来的 因为他们会 他们也能够 在他们的工作当中 找到了很强大的 一个价值感 就是其实我觉得 现在在中国 包括就是欧洲那边 其实对于本身养老 这个领域的养老院的 一些就是认知 我觉得都是因为 认知的深浅决定了 现在这个环境的优劣 我觉得像欧洲那边 就是发达国家 其实他们对于这块 他们有很多的探索 所以其实他们本身的 这一块的环境 跟本身配备的一些 就是像在美国 他们的护工 就是在练护工的 这些领域的一些 从业人员 他们能够得到的 一些社会尊重 其实也是很高的 我觉得还是因为 对这个领域的 这个培训啊 包括从支持层面上的一些 就是输入 是太少了 在中国现在 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刚刚讲到说 就是如果作为我 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子女 就是我如何看待 就是进不进养老院 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蛮无力的 因为我在那个养老院里面 其实刚刚彭老师讲到的 经济 家庭关系 还是身体健康 我觉得这个 其实跟你在养老院 或者在家里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像你所说的 很可能 现在在这个环境上面 我其实蛮希望说 有一天 我能做一档节目 是真的带大家出去看一看 世界各地的养老院 其实没有大家想到 这么糟糕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让大家提高 对于养老院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知 因为今天早上 我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就是说他的一个亲人 得了阿在海默病 已经确诊了 那你要不要送进养老院 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然后呢 就讲到说 要送进养 子女都没办法在身边照顾 但是觉得送进养老院 又会被别人说不孝顺 但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非常错误的 就是你先要从这个老人 本身出发 怎么样能够 就是综合你的能力 跟条件给他最好的照顾 如果你真的已经失能失智了 那肯定是建议 在养老院里面 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一个照顾 但如果没有那样的话 像现在 包括美国 他们好 我那天听到一个数据是说 有7000万的老人需要养老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限 但是只有一百万的 就是床位 就是整个美国的养老院 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切的 我大概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不管是在美国 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这都是这样的悬殊的一个比例 所以一定是像彭老师讲的 社区养老肯定是最靠谱的 然后但是在日本 我当时去看的社区养老的方式 他们就像小孩子 每天一个校车 把整个社区的老人接上 就老人 就是年轻人把老人送上那个地方 然后之后老人就在那边待一整天 年轻人下班之后再去接老人 就是在等着校车下来 把老人接回家 但他们那个体系是已经很 相对来讲很完善的 其实在上海 我一直说上海 就是很幸福 因为上海的确他们的社区中心 以及日间灶落中心 以及对于包括失智老人的一些 就是各种公益组织 相对来讲 其实都是跑得比较完善的 但是在北京 其实好像目前为止 就是社区这个部分的服务 没有进化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个是需要大家大众 对这个事情提高很多的认知 以及对这样的一个行业 需要输入很多专业的东西 大家知道 做这个事情 其实鼓励大家投入养老行业 这样的话才对我们未来养老 能够有一些保障 因为如果大家都觉得 做这个行业 不是一件体面的行业 公益了 对 做这个行业 不是一个体面的行业 那大家都会望而却步 但其实真正投入进来 包括说那些 我那天见到春旋帽的那几个 所谓的中年妇女 其实他们也是中年妇女 然后也是因为 就是在老家收入不好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进入了那个体系之后 那他们干的非常专业 而且非常有热情 是因为他们也是接受了 春旋帽本身的认可疗法也好 然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护理的一些支持也好 他们也得到了很多专业的训练 而不是只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很粗暴的管理老人的吃喝拉萨 就是其实他们也受到了那一整套训练之后发现 这样的一个工作 它是很有价值以及很有技术的 其实他们也像是一个技术人员一样 就是我是希望说接下来鼓励 但是很遗憾的是 据他们的院长跟我讲说 现在00年 就是以前就是90年的人真的留下来的还挺多 但是00年来实习之后 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 maybe也是因为现在本身是社会比较浮躁 你看多少的人靠着就是就是就是都梦想的能够当主播当明星 但我没有抨击任何个行业啊 就是我是觉得呃就希望说呼吁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行业的价值所在 以及它并不是一个就是只是原来定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包括刷新自己的认知 提高自己的认知 提高对这个行业从业者的认知 然后呃提高就是大家对于养老院的认知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必要的话 那你就让老人去养老院 都已经失能失智了 你照顾不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专业的人去照顾呢 不用说什么 包括其实我有考虑过让我的父母来北京的养老院 因为我的工作也很忙碌 我的确没有办法叫他们来到北京 他们说我就像坐牢 就每天在家 对对对 就每天在家了 我又不会 我又不认识北京的这么路 那些路我又没有朋友 然后但是我在就是就是我 我因为我们接触养老院很多嘛 然后我就去 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很多好的养老院 其实他们之间的社交 包括他们每天安排的活动 是很精彩的 很丰富的 然后他们的那个小房间装扮得跟家一样 然后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就让我想让我的父母来养老院 但我跟你讲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 我们家所有的男人都说 这是一个不孝的行为 但是我们家所有的女人 就是都说 我这个很好啊 就是因为我是想着说 我周末啊 或者是我每天下班 有时间我就可以过去陪他吃饭 这不是能增加我们之间的一个见面的频率呢 但是最后我只是给了他这个选择 但最后我还是尊重他 因为我爸就开始跟我证明我多能干 就是我不需要去养老院 就我真的 你真的不要把我送去养老院 所以那的确他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那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需要被大家刷新认知的领域 并不是像很多人想到的 所有的养老院都一定是不好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养老院都是好的 我觉得养老院里面最宝贵的 除了他的环境饮食以外 其实真的是人 还是我希望说 真的能够见到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新鲜血液 能够投入到这个专业领域 然后就是把这个事业能够带动起来 因为我真的被那边 被春月冒的那边的那些员工感动到了 他们就是真的非常有能量 就是就是就是 这真的是一个挺大爱的一个事业 嗯 对他这个 但就是这个吧 他就是还是他也需要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 对 然后最见识的比如说行业标准 你就得要有对吧 然后你的资质我怎么来认定他 然后你的这个职业的发展道路路径要清晰 那这样可能年轻人才愿意 当然我们特别幸运是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啊 他就非常坚定的去养老院工作 然后对他就在养老院 那他是很难得的 研究生然后到养老院一线去工作的 但他没有做护理啊但做管理 但他也做很多那种就是比如说 活动的代理人员啊 带操啊什么的 有时候就会讲说我先去带操啊 回来然后再再怎么怎么跟你们聊 就是他在那里非常开心 但他可能是也是少数 但我希望就是以后能够 像他这么开开心心去那里工作的 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但从大环境上来讲 确实需要对这个职业有更客观的一个认可 然后你得有这种上真通道 所有人要不然就会觉得那是个伺候人的火 然后我也有发展前景对吧 然后钱也不多 我为什么要去做呢 这就当然还是哈 就是你这种良性的 有多少人都能够投钱进来来做这个事情 也是另外一个对吧 他就是整个整个东西 但是如果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将来可能养老 他除了养老之外啊 本身老年这个人群本身 他有他的价值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认知 刚才你讲的说你什么样的认知 然后你就 你会产生最后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可能会对以后的养老院 我也期待会有 越来越好吧 或者会更朝着 能够尊重人的价值 或者实现人的价值 这个方向去发展 不管是谁的价值 住在那里的和在那里工作的 我觉得都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像刚刚那个彭老师讲到的 就是希望说以后有一些养老院 就是不用像特种兵训练一样 每天按照时间 就是你几点要干什么 你规定了几点起床 就是其实美国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养老院 我据我所知 我也是一个 我也是有一天听播客听到的 然后他是一个中国人开的 然后他就是 就是为了能够让老人像家一样 不要破坏他几十年来的生活规律 就是按照 但他是24小时的护工在那边 然后就按照老人的作息去 按照他们的需求 然后整个去排步 我觉得其实接下来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有智慧 更多有智慧的人 能够加入到 如何更好的养老的这个行业 我觉得可能会发现 更多新型的 不管是照顾社区的老人也好 还是居家养老的老人也好 为这些人做更多的服务 我觉得还是希望 大家有钱能够 更加关注到这个领域 投入到这个领域 让更多的人能够开发 更多有意思的项目 然后辅助 其实这个除了帮助他们 也是帮助我们自己 对对对 是的 那既然 我们都已经聊到 就是以后的 可能会有新出来的 一些新的这种模式了 就是因为 我们跟上一代的人的养老 可能差异就在于说 可能我们的连接 没有那么多了 比如说我们的上上代 他可能是有一些大的家族 那个时候的养老 跟我们现在这种 现代社会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的父母 他可能面临一个 这种两个社会的衔接点上 到我们那儿 比如说像我 现在没有孩子 然后可能我以后 很晚才有孩子 那我的孩子 我就想要 如果我40岁生一个孩子的话 指望他给我养老 可能也不可能了 就到时候他 我到时候该怎么养老 其实确实是 要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也包括前段时间 我不知道两个老师没有看 就是有一个日剧 叫重启人生 然后他最后其实也是 就是他跟他的闺蜜们 一起养老 就是四个姐妹 然后大家坐在一个电动轮椅上面 在那个养老院里面唱歌 就是这个也是很多 年轻人会想的 就说我们是不是以后 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养老 包括刚刚彭老师 其实提到 有可能不能这样 就是对 但是住进养老院可能 对对 就一起进入一个养老院 对 就一起开一家养老院 这个其实很靠谱 就是我不知道 你两位老师 有没有发现过 因为像日本 他们已经比我们早了 去进入这种老龄生会 他们有一些新的 我们没有见过的这种 可以帮助独居的老人 或者没有孩子的老人 或者说像我们 中国其实有一种 农村有说法 这个叫无保护 就是 就是什么 对 真的这个是 我在采访中 我才知道什么叫无保护 以前都只是听过这种说法 就是他就是 就是那种 观寡孤独吧 所谓的这样的 这种这种老人 当然我发现 农村这种主要是 就是老年男性 非常多 就是他们一辈子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的 就是老one word吧 他所谓的 就这样的 其实他是农村 是有专门给他们一些 福祉的嘛 就是我不知道 像现代社会有更好的这种模式的话 有有这样的 呃这样的人 养老 这样的人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我们以后可能会变成 嗯 独居嘛 是吧 对 对 就是这种 独居 对 以前我记得 记得以前他们能够谈过一个设想 反正也是养老产业的人 谈的设想 就是开发一些这种 至少是能够监测你的这种 呃 平时生活状况的 这个 这个软件也好 干嘛也好 反正就设备 然后你 你比如说每天可以在那打打卡 然后社区的人就可以知道啊 你今天 那已经有了 有吧 是吧 对 反正你见的不是穿戴设备也很多吗 对吧 但是以前那个那个是疫情期间嘛 是讲反正哪个新闻里 我记得讲的有一个社区 他们工作人员还是很有办法 他们有有有高龄独居老人嘛 那他们怎么观察呢 他是观察他们家的窗帘 呃 有没有拉起来 拉开 其实对对对对 其实那就是共 社区工作人员很细心嘛 可能想到这点 如果他好几天都没有拉开 那他们就一定会上门去 看一看出了什么情况 啊 其实独居可能 刚才我们讲的普通的那些 我们遇到了这些养老 将来老了 你要做的事情独居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能更担心的就是 你一个人在家出了事 却无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 如果将来独居的老人 越来越多的话 应该会有这种吧 很多的这种监测啊 预警啊 警报系统啊 什么的对吧 就这种的就防止 那啥 我们万一 对吧 就是那种情况出现 但你要说其他的社会支持 我是感觉到 应该是和现在这种 我们提倡了各种支持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区别 但我也很难想象 说实话 我很难想象 我们因为现在研究大部分空巢呢 虽然是空巢 但他还真不是赌局 他就是那个 他就是那个 跟老伴配偶 两口 两口一居住 对 就是独立居住的 但我也知道社区本身 就是现在北京 社区的管理工作当中 他本身会关注这样的老年人 就你如果你是高龄的 你又独居 你肯定是 这是特别关注的 当然如果你在失能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种失能实质 但那种高龄独居 他一定是在社区 是被特别关注的一个 一个人群在这里头 但除了什么 怎么更好 我养老 我现在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对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 就是如果 因为其实以前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美国都市传说啊 就是所谓的说 孤独的养猫的女人 最终你一个人死在家里面 然后被猫吃掉了 被猫吃掉了脸 是不是 对 我记得当时 就是在 很长时间 他会说这种 single lady 你的生活里面 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再来一种恐吓 就是 我后来 我后来想 那他们美国 是怎么做这个 这样的人的照护的呢 好像 但其实 我们说美国 他很自由主义 但其实他也很 对家庭的这种 重视程度 其实也蛮高的 就是好像说 还没有 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说 达到一个大量的人口 独居 大量的人口 没有人 社会支持的 这个状态 是不是 所以 对 我是一个畅想 但是我觉得确实 跟闺蜜一起住 养老院 还挺美好的 挺起来 还挺不错的 对 那可以跟闺蜜 早早的 以我们现在那种情况 对吧 是不是需要跟闺蜜 早早的 就定下 一个闺蜜的床位 早点排队 对 我记得在欧洲 好像就有一个 就是 就是专门 只让女人住的 养老院 就是一堆女人 一堆闺蜜 我好像看到过那个 就是他们就只让女人进来 就觉得男人很麻烦 就是 他们只让 还是电影 我都忘记了 我看得很恐怖了 就是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 对吧 就是一堆 就是老太太们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建了一个 类似社区中心的这样 养老社区中心这样的地方 然后就是只让女人进来 就不让男人进来 但是男人住 但是男人可以来拜访 他是可以拜访的那种 对对对 可以来玩 但是就是不让男人住 就是可能就是一堆 好像就是一堆独居的女生 然后聚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而且接下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会有更多人会思考 然后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更多人 为这种事情去考虑 然后并且落成行动的话 那我觉得后面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就是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们现在 真的有现在就有在跟闺蜜计划说 什么时候到时候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然后就去某个地方 然后买一个就是类所有 比如说几层楼 我们都是邻居 然后把几个闺蜜都安排在一起 然后比如说他们说 老公如果先死了 然后至少还是住在一起的 比如说我像我没有老公的 现在就是说不定我谈 就是比如现在有的人 你还是可以谈黄婚恋啊 对吧 就是还是相对独立的空间 但是又还是可以在一起 互相照料 就是经常能够聚在一起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是社区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主动的去发起 以及我觉得如何 你可以去看看 推荐你看一本书 是上野千赫子的 那个在熟悉的家中 向世界告别 对其实不外乎还是讲 讲在年轻的时候的储备 一个是到老了之后 包括说我们其实也是可以 通过这几点去 就是让父母能够做到的 第一个是不就是肯定自我的价值 就让他们不要觉得自己 OK了 等到我们老了之后 也要提醒自己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弃 内在跟外在的进化吧 就是还是要有所追求 然后再来就是社交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有每天都能够分享的 像我们现在就在培养 我们就有就有闺蜜群 每天都在分享大家的生活 然后就希望这种moment 这种时候能够一直到老了 那依然还在每天分享 你哪天不分享 那就一定是出了问题嘛 就是所以我觉得 社交很重要啦 就是如何去抵律这个 其实全世界范围内 我觉得不外乎都是人 就他们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不管他再先进也好 你还是没办法面对 即便你可能早早的结了婚 那很可能另外一半 就是总是不可能说同日死的嘛 所以我觉得一定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觉得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真的就是要积极的去寻求 就是包括社交也好 包括说你能够有什么方式去解决 不管你身体上的问题 但是其实让我觉得很沮丧 也很无力的 就是我其实在养老院里面 包括我们在节目的选择过程当中 真的很多人就是你会觉得 生命的质量像他们这样活着 真的没什么 真的是很无力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意识了 可能包括像中国 其实不是有一个数据吗 其实在中国的老年 中国的老年人的那个 就平均老年人的岁数 不断地在增加 每年都在增加 可是其实我们的就是失智失能的那个时间 就是其实是就全世界来讲是相对长短的 而岁数在增加 但是我们本身的那个时间是短的 就是所以其实还是觉得很无力的 就是如果真的失智又失能了 那就是活着的时候 其实我在今天你们问我这个问题之前 我其实有去问我的一个就是一个养老院的 他是一个养老院的管理者 然后其实讲到了 就是他就我就问他说 我说这种时候你怎么看 就是他如果没有生命的质量 他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无解 因为真的很折磨人 那就是一个等待 等待来临 就是就是所以其实 嗯还是那句话 年轻的时候要多运动 就是让自己失智失能的晚一点 然后多锻炼你的脑力 然后不要让自己太大压力 不然不然就就饮食健康一点 我想听我我觉得什么时候变老的时候 我讲这种言论的时候 就是我已经变老的时候 对对 其实像就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失智失能的这个问题了 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他如果说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现在是开始跟生 跟自己的身体有点脱节的话 那个时候就感觉已经好像是被身体困住了的时候了 就是就是你寄居在这里 但是你跟他不在一起了 然后我我其实我也有采访过他们那种有那种见动症的患者啊 他们其实就他他他他相当于被困在他的身体里面 他不能动嘛然后但他大脑是活跃的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这种家属是 他把他他父母为什么他当时跟我讲是为什么要把父母送到养老院 就是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了 就是他父亲当时应该是脑梗之类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失智啊 也包括可能有阿兹海默的这种情况 就是带来一种失智的时候 他说他不断的会出现 比如说有一些肺炎的症状 那我就不定的给送医院 然后在这个时候医院他又不能住很久 又得接回家 那我天天不停在送医院不停送医院 那我工作也没有办法做了 所以他只好好像看起来很不孝 但他必须得把父母那就长期的放在那里 我每周去看一看 就是这种感觉让子女感觉是很不好的 而且其实他的身体还在 他是你的父母 但他实际上他又不在那里 就你们俩之间的那种关系又不存在了 就是所以如果说真的会想到说害怕老的话 我觉得害怕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人更怕的东西 很残忍的一个 对对很残忍 是 所以刚刚其实艾希也说 就是你们是有专门关注到 就Azheim One 就是我是想知道 就是你是怎么关注到他 就是你在做节目的时候 对他的认识有一些变化吗 就是你们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关注这个领域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 就是因为我当时想要做一个老年节目 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觉得在中国市场上 没有太多关注老年人这个群体 因为我们当时做过几整室故事 就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关注社会 现实题材的一些 一个制作公司 那我自己就很想做关于老年人的模式 然后当时就想到了 Azheim 病 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蛮担心 就是父母老去之后 因为我觉得这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他已经无法交流了 所以我当时就去采访了 我记得是天堂医院的一个主任 然后当时采访完出来之后 我就更坚定的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跟我讲说 Azheim 病的漏诊率高达70% 就在五年前是这个数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新 就是基本上得了这个疾病 已经到很严重的情况下走丢了 然后或者是已经做出很多 已经很诡异的行为了 家人才会带到医院去确诊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完全不可逆的了 那当时医生有讲 而且全世界方面的几乎没有任何药物 现在目前是可以治愈这个疾病的嘛 那我们当时就跟医生在聊到 就如果说 但是如果这个疾病是在很早期就发现 你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可能早期只是很轻度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可以用一些药物 以及非药物治疗的方式去干预的 能够尽可能去争取 这个老人能够在 把他的高质量的生活的时间拉长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 包括说我们自己家的老人身边 就是亲友的家里的老人 都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警醒的 如果所以我们当时在第一季的时候 我就提倡的是 找发现 找干预 找治疗 就如果说你都是早早的就是意识到这个部分 因为像在韩国 他们基本上是百分之 只要你到65岁以上 就是国家就让你免费的去体检 去筛查 但是的确中国的老年人 人数就是整个数量太庞大了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样子 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事情 包括说我觉得有这个意识也很好 就是当时我们做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们组里几百号人 全部都把家里大很多 都把家里的老人 包括我自己也带着父亲去做了 就是这个认知障碍的筛查 我觉得前期的筛查如果 因为像大家不忽略的意思 就是比如说 我忘了钥匙了忘了关火 就觉得这只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就老了自然就是记忆没那么好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 你千万不要忽视 你一旦忽视了 其实你就错过了老人给你的求救信号了 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基于自己的恐惧 然后做了这场节目 然后了解越多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题材 其实是很需要很需要大家的关注的 包括说 我觉得今天出现在出的这两本书 其实相对来讲 都是大家不觉得是非常主流 大家就在探讨 但是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主流的 去关注的这个东西 因为某程度上来讲 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件 就是我想我现在还不想 还不想去讨论这么沉重的话题 但是其实忘了钥匙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沉重 就是我还是尽可能的希望大家了解 德拉尔基海默病轻度 以及老人都不是只标注着 是悲伤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其实可以用很积极的心态 以及很积极的方式去应对的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糟糕 但是当然等到你到真正的是 很严重的那个情况下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 就很无力了 所以尽可能能对抗的方式 就是尽早的发现 然后尽早的干预 尽早的治疗 能够将这个时长拉长 就像我们节目里面 第一季的不够阴奶奶 它其实是在十年前 我记得是现在已经又十几年过 因为又五年过去 当时它就已经十五年 那现在应该是十五年了 它当时就已经有一天突然 一瞬间找不到了回家的路 然后它就崩溃大哭 但是奶奶 奶奶就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我觉得还是 它的确是个高知奶奶 然后奶奶就很有意识地 立刻去做了筛查 然后就确诊了 确诊了之后呢 它还是崩溃了一阵子 但是很快地就调整了 自己的心态 就是开始遵循医主 如何去做对抗的治疗 学习新鲜的事物 然后不要放弃生活的一些 就是体验 然后它后来就开始学跳舞啊 学弹钢琴啊 然后就是去老年大学教英文歌 然后开始就是 各种各样新鲜的事物的体验 以及就是积极地去 运用药物的治疗 就双重的对抗 包括它不断地再去了解很多 阿滋梦病 现在最前沿的一些技术 就是这样子 它到现在为止 脑子可能比我还好了 就是真的 还是有扭转的 那个推荐你们就看 忘不了餐厅的第一季 就是能够用英文来跟我们的 这个外来的 就外来的那个餐厅的时刻 去做交流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人 他经常在我们 因为我们忘不了家族有个群嘛 然后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文章啊 什么之类的 就真的让我觉得很受鼓舞 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的认知 如果能够尽早的提高 全社会对这个疾病的关注跟认知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全社会老人很大的一个福气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 如果到了那个中重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了 但那个 他真的是确诊吗 我是很痴心的 他确诊吗 他确诊15年啊 他的医生还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说他是很乖的一个病人 他确诊15年 然后现在还能还能 对没有太大的进展 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老人都是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的节目老人 全部都是确诊的 就是已经是医生确诊了的 但是像妥姻奶奶这样的 确诊15年还能够保持非常正常 我觉得 我们里面第一季的几个爷爷奶奶 全都是确诊了很多年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同样的一个 就是共性就是对生活很有热情 但是我觉得外表餐厅 就是虽然是我自己的节目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的确又鼓舞了他们 就是又给了他们很多力量 因为你知道第二季的时候 我们当时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阿滋寒波病的多样性 那就请来了比较重的老人 其实是已经记不得家人的 有几个 也记不得自己现在在哪 但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嫖爷爷 很受鼓舞的 就是他来之前是一个情绪很暴躁 然后经常在家喝酒的这样的一个老人 可是他来了忘不了餐厅之后 然后再回到去 他的家人去 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 还有他的爱人跟我们讲说 老人已经不酗酒了 不喝酒了 然后而且还找到 就是现在能够独立找到出去 晨练回家的路 然后心情也变好了 但是他已经不记得忘不了餐厅发生的任何事情了 就是 好神奇啊 对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团境里面得到了很多 问哪个爱 可能也找到自己的生活的价值感吧 我觉得 所以第三季的时候 就是 就是伯格也 因为伯格的母亲得了 阿滋寒波病嘛 然后伯格就让母亲也来到了我们餐厅里面 成为了我们餐厅的一名服务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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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人 给这些老人提供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是能够 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很多的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 记忆的重量那本书里头啊 其实我以前 我对于他是海膜病的了解呢 就是教科书 然后看了研究文献里头的这种了解 但是记忆的重量那个书里头 他是非常非常真切的去讲 他是怎么回事 对 他那个 他讲的 他为什么发脾气 他可能是在 记忆的迷宫当中去寻找自己 然后找不到 然后产生了这种焦虑 愤怒情绪 对吧 然后他用这种 来表达出来 所以就是 像阿滋寒餐厅的话 我觉得他为什么起座那么大 是不是就是因为 给了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表达自己 然后也让别人能够看到他 因为 好多二次海膜病患者 被确诊以后 大家就觉得 以前 以前我们还叫 我们现在叫二次海膜病了 我都避免 你像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 吃呆这个字眼 在中文当中 其实有污名化的这种形象的 你就以为你就是傻子了 然后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你就只是一个身体在那里了 那我怎么对待你都可以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研究 就发现 它不是的 它的那个自我仍然存在 尤其如果在早期 它的人格可能还仍然是完整了 当然随着这种病程的进展 它因为遗忘 记忆的丧失什么的 可能自我会慢慢的被瓦解 或者破碎 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 这些还是有 而且就算自我 它到时候到了中晚期 它可能找不回自己 但它仍然试图找到自己 它依然有它存在的这种需求 就是要被别人看到的这种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对二次海国病的照料来讲的话 除了我们早防早治 今年特别有意思 你刚才讲早防早治 但是今年呢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9月21号 是世界二次海国病 然后呢 北大六院呢 他们是专门有这个团队去研究和整理 王花丽老师他们那个团 对对对 王花丽老师他们 他们今年的口号是什么呢 我刚才翻出来看 叫立防立志 就立刻立刻 我记得他们前两年是早防早治 今年的口号是立防立志 所以就是说还是就是 我觉得它想表达的就是说 虽然我们可能有了漏诊 或者说晚中晚期才发现 但是不要放弃 对吧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还是可以有手段的 而且要求助与专业手段 就有的人觉得 吃大了你反正也没有病 没有药可治 那就这样吧 我也不去看医生什么的 也不去求助什么的 我记得那个记忆的重量里头 那个有讲了一对夫妻 他们有对吧 他们不求助任何人 把自己关到那个屋子里头去 很惨 我觉得那个是很惨的 所以就讲 如果有 他一定要求助于专业的部门 然后当然照料者 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需要 也需要 因为你24小时照顾 谁都受不了 他也需要求助于专业的团队 和机构来给你提供支持 然后那有专业的照料建议 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的建议 好多都可能放在了他的认知功能上 他因为他记忆丧失嘛 然后好多认知功能的消退 都放在那个上 你试图去扭转 但是现在会发现 你这种扭转还蛮无力的 所以刚才还讲说 维持了15年 没有那啥 我很吃惊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照料建议 或者一个就是 就是或者帮支持计划的话 他会更多的放到了情绪 放到了需求 对吧 放到他的那种人格 自我的那种表达上面 放到这些上面 然后往往发现 从这个途径去入手的话 他带来的照料效果反而更好 就是已经那个认知功能下降 他已经是 就现在是无力挽回 实际上是无力挽回的 他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但如果我们总是把你的目光 聚焦在那个无力挽回的 那个事情上的话 会让双方都很挫败 就是让患者也挫败 然后让照料者 让家属也很挫败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 如果你能看到他的 作为人的那一面的要求 我们可以看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记忆的重量 也讲了一对母女 然后那个女儿 我老不记得名字 说法人物太多了 然后他对他母亲 他就完全是接纳状态 妈妈比如说刚吃完饭就说 刚吃完饭就说我饿了 然后女儿并没有说 纠正他妈妈说 妈你刚吃了饭 没错 不去纠正 而是说好啊 我再陪你去吃一个 对对 我觉得那个印象我很深刻 就是他那种 这一段我也 我其实也挺感动的 这是很正确的方式 对对对 就是接纳他的那个状态 对 我们心理学都讲说 要接纳接纳 但我们好像 很多时候讲的 讲是接纳 你正常人的 那个健康状态下的自己 对吧 但是对二次 很多病患者 我们好多时候 不是接纳 总是想要去 你觉得帮助他 你想要扭转 你想要怎么怎么样 对抗什么的 但好多时候 可能会有挫败 对大部分人来讲 可能少数的 那就是说 那就是接纳 接纳他整个的 现在的这种 包括他的需求 特别是需求 然后当然包括 也包括现在 整个现状 这个疾病的现状 可能也得接纳 这个可能还是蛮难的 我知道要接纳他 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你看到你爱的人 你天一天的 往那个深渊滑过去 然后你要接受 这个状态 你还要调整心态去 陪他还度过一段 让他的生活 尽量的美好 我觉得这很难 但是难 我们还少往这个方向去做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我们有一些 就是真正的 能干预的早期措施吗 如果所谓的说 真的是早防早治 或立防立治的话 就是怎么样防 或者怎么样治呢 就是它是 因为要不 它现在确实没有 什么特别好的 对没有 前天我们同学聚会 他们还问我呢 他们说 听说每天经济独立 多少时间就可以 对对 做树毒 他们说是吗 我说不是吧 我说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病不就 那个被克服了吗 对吧 就是你 大家全民经济独立 就好了吗 我说不是吧 但是就是 阿尔茨海默病的 那个协会 全球的那个协会 它提供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还是健康方式 健康生活方式 对 而这种健康生活方式 它并 我觉得 你看完你就发现 它不完全针对 不是特意性的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 你只要按那个方式来 你大部分疾病 你都可以 对 你都可以去 让自己少生病 比如说 它照顾你自己的心血管 心血管 就是不要让心血管疾病的 那个 心血管生病嘛 然后呢 你要有人 你要有社会交往 然后你日常 要有认知的卷入 你平时的活动 你要动脑子 所以他们说的做速毒嘛 然后对吧 然后你要有 他们还建议 你又推荐 地中海治饮食方法 地中海治饮食嘛 就是你少吃红肉啊 鱼肉的摄入啊 橄榄油啊什么 水果啊 这些摄入坚果 就这种方式 他们有好多条 好多条建议 但这些我就觉得 它其实并不是特意性的 针对儿子寒病的 只要做到这些 我们总的来讲 你身体都是健康 但是肯定 做总比不做好 对吧 侵照这些指令 它总是好的 那至于说 它怎么样 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克服 那当然是我们一个愿景啊 研究也 现在的研究也 努力的去寻找 就是早期的 能够鉴定的 这种标记物 到底是什么 生活标记到底是什么 然后到底有没有 更有效的这种 治疗的药物 治疗的手段 就是研究方面 始终就是在 朝着这个方向去 去努力的 只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能还 还没有 那怎么办呢 还是刚才我们讲的 你积极锻炼身体 你积极锻炼大脑 你积累自己的心血爱好 为这些做准备 这就是 也许等到我们将来老的一天 可能我们也 比如我们三个里头 保不起就会有一个 难逃这个秘密 比如说是我 我就觉得没准 然后 那也可能到那天 就有药物了呢 对吧 我们称到那天 也就有了呢 其实这个就是 就是用那个话 就是你足够老 你就有可能 对 实际上是 你都逃不过 你如果没换 可能就是你还不够老 是的 我们的大脑 其实不能承受 我们活那么久 实际上是 其实我觉得 你到了90岁 你可能就算不二次 还能力 认知功能衰退 可能也 也不是会 对吧 我觉得 就是有几个预防的方式来 我觉得大概 其实跟 王老师说的是一致的 但是 我觉得还是保持 输入跟输出 能够顺畅 那除了身体 刚刚讲到的 就是一些健康的饮食 因为其实糖尿病啊 包括心血管疾病 都可能导致 阿兹海默病嘛 都是相关的 有影响 又阴 然后但是其实 包括说 我那时候听到的 其实很重要的两个 现代老人 经常会遇到的 也是阿兹海默病的 最大杀手 一个就是孤独 就是刚刚前面 又讲到的孤独 可以如何去帮助老人 去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感 然后排解他 内心的孤独 还有一个就是听力 大家一定要 对听力引起重视 因为 如果他的听力 不够好了的话 那就是他 能够 能够进入他脑内的信息 输入的信息 其实就是 就是减少很多 就是 因为听力不好 所以跟外界隔绝了 很多信息 那他自己听不懂 那么慢慢就 不愿意交流了 然后慢慢社交去切断了 这就是慢慢就变自闭了 慢慢影响情绪了 所以 其实你知道 当时听到这个 专家跟我讲那个时候 我立刻飞回家 给我爸装了个助听器 因为我爸就 对 对 是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蛮重要的 就是能够从 这些生活的细节里面 去照顾到老人 然后让他尽可能的 保持好的心态 健康的生活 跟输入跟输出的 这个社交的活动 我觉得这就是 最好的预防方式 当然 我觉得还是要寻求 专业的医生 给你的建议 像蒲公英奶奶 他真的就是按照医生 叫他怎么做 他就怎么做 不管是 因为他其实虽然说 不是有药物 可以直接治愈好 但是他是有药物 可以有一些影响的 就是 所以其实包括他们 当时那个朱朱仪 他说他有贴一个什么 就我当然具体 我不太清楚 就是他如何 去甘愈用什么样的药物 但是他在不同的阶段 其实是需要吃一些药的 对 是的 也有药物 虽然不能治愈 但是他还有 他不是跟 他有延缓 对 他这些还是有用的 他都是 所以我们才说就是 一定还是要去看医生 不要觉得说这个病 他没得治 我就不看了 我就放弃了 肯定不行的 不是这样的 那两位老师 其实刚刚也都提到 就是其实面对 这样的失智患者 就是他 我们我们大量的 其实到了这个 照顾的最终阶段 其实主要就是 面对这样的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作为子女也好 作为照顾者 尤其是我觉得 大量的 在这个记忆的 重要的这本书里 也写到 大量的这种照顾的人 都是女性 其实是承担 家庭的很大 就这个时候 你是很想说 活出我自己的老年生活 但是那我家里的 家里的丈夫 他得了 艾特海默症了 我整个人是 围着他转了 然后这样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的生活 质量是严重下降的 并且我也之前发现 就是其实在照顾 病人的过程当中 人的这个抑郁 高发是非常严重的 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病人 在照顾病人 那种状态 那我就很想知道 像彭老师 您在研究这种 老年人认知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您会觉得说 照顾老人的情绪 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或者说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对方 已经变成一个 失智的老人的话 你应该怎么 跟他沟通 怎么跟他交流 让自己达到一个 相对还 比较平稳的状态 不至于被他也拖到 那个深渊里面了 嗯 像刚才 其实刚才我们讲 那个书里提到的 那个例子 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势力 就是接受他 母亲的这些状态 对吧 然后他也不是去纠正他 去判断他 然后就是配合他 或者说和他融在一起 我觉得这很重要 当然我就还是说 这个还是很考验 每一个人的 你要从那个事实当中 然后你 你现在那个 不肯定转的事实当中 你要能调整到 这个心态 对吧 但同时也是 就是放低预期 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好像那个 那个就是 我们为什么家长辅导孩子 那么生气呢 做功课 就你预期太高啊 对吧 他达不到你预期啊 那对二次海国病患者 也一样啊 他可能 连孩子更不如呢 那孩子是一天一天好 但是二次海国病患者 他不是的 他是一直走下坡路 所以你那个预期 一定要一直放松 一直放低 一直放低 可能这个会让我们 心里头会好瘦一点 另外就是 我觉得还有就是 其实书里头也提到了 就是你也还是要有界限 就是你不能把自己 24小时全部献在里头 因为那样的话 就你自己就 没把自己保护好的话 你很糟 你怎么再去照顾病人呢 所以你看王鹤丽老师 他们那会提供 就是照料者的传息服 我觉得他们那个 他们有个照料者的同盟 然后他会给你提供证者啊 就是你每一个月 你可能或者说 每三个星期 你有一个半天 可以把你释放出来 解放出来 然后你去参加 他们这边的活动 然后有志愿者上门 替你去照顾家里的病人 他就叫传息服务 其实这个本身 也就提供给我们什么呢 就是照顾者 和被照顾者之间 要有边界 还是要有边界 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如果无限制的 卷入进去 可能就很难受 其实我看那个 就是照顾者那张的时候啊 我其实我一直 不停地想的是什么呢 是我刚刚做妈妈的时候 其实做妈妈的 这个对孩子的这个照顾吧 我觉得跟那个 照顾者当时那个心态很像 就是你 你离开他出门 你一天到了 你在家里围着他转 你觉得没有自己生活 你喘不过气来 但是呢 你又说你把他放在家里 然后你出门 你又心里非常内疚 你牵挂他 你觉得你没有 尽到你照料的责任 尽到母亲的责任 而我那时候 就是那种心态的 然后 我又出门 我就会想 哎呀 家里留下奶奶 留下爸爸照顾他 那个 他们能不能做得好 能不能怎么样 孩子不会想我 我是不是自己太自私了 我光想着妈妈出门 去享乐去了 对吧 我光想着自己出门 享乐了 你没有想到你妈妈的 你作为妈妈的这个责任 那其实作为照料 二次海默病患者的 那个照料者 家属 女儿也好 妻子也好 可能 我觉得 我当时看上 我就觉得心态是很像的 但是 还是越来越要认识到 就是我们不能 苛责自己 就你首先 你自己肯定要有 你自己的这种 身心健康的这种 就是要注意到保护自己 对吧 你健康了 然后才有可能 去照顾他 所以 自己心理上 照料者 自己心理上 要有这个 我要对自己 有这种 这么高的道德要求 你想要喘息 想要逃离 这都是很正常的人的反应 另外就是 还是就是 社会也好 家庭成员 其他的成员也好 可能我们都说 家庭成员是能够提供支持 都提供了 我们大部分是无力提供 对吧 那么社会 社区机构 或者说志愿者 团队等等 什么样的 能够提供这种 外在的帮助 或者我们可以求助于 什么样的团体 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求助的话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 就是阿尔兹海国病的 这种照顾过程当中 它绝对不是说 只有医院 和只有家庭 来成这两个点 来承担 它其实还应该有 一个线 或者一个网 来承担 它的所有这些 就是来覆盖到 它的这些照料的 方方面面 照顾者一方 患者一方 这些都可能 就是需要去更多 投入更多的人力 物力 什么的 去来完善的地方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就是对照顾吧 就这方面的看法 就是因为照料负担太重了 如果只要一个人的话 对 对 我其实觉得 彭老师说的 已经非常完整了 就是其实 基本上 的确说的 我觉得 而且他讲的 就是真的是刚需 就是因为像我们 在接触很多 这个家属 给到我们的反馈 都是其实是 需要牺牲很多 自己的时间 包括我们在第二季里面 有一个孔奶奶 他的儿子也是 本来可以做生意 但很忙碌 但因为母亲 患这个疾病 去养老院里面 他又觉得舍不得 然后这种情况下 就放弃了原本的工作 但是你知道 在这过程当中 就会有很多积怨 就是因为我为了你 因为就是 但是这过程当中 就会觉得 我已经牺牲了这么多了 然后你怎么 还不变好 还会这样 但是这只是 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像刚刚老师 讲到 我觉得要 就是要给你 为你自己织一个网 就是寻求各界的 社会各界的帮助 不管是亲友也好 还有 还是就是更多的 我觉得还是一些 专业的帮助 因为从心理上 从就是科学的方法上面 去帮助你如何去 照顾这样子的一个老人 就举个例子 节目当中也有一个 就是当时的专家 也给了我们一个建议 就像比如说 一个奶奶 一直说我要回家 我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我要回家 可是其实才刚刚开始 那那个伯哥都要崩溃 但是第二次 他又第二天 他又讲 而且那时候 我们是在上海录制 他一直说我要回太原 我儿子在街对面 他已经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了 然后但我们跟专家 沟通完之后 专家又给了 我们很好的建议说 你其实还可以在这个时候 去打个卡 就是比如说 你跟他讲 奶奶能不能帮我 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就可以 不要一直让他专注在 要回家 找儿子的一个事情上面 其实这就是一些 小的 因为照顾者 就是因为专业的建议 给的一些小的方式方法 可能同样的方法 有非常非常多种 因为他们是长期 照顾这些老人 在实践当中 得出来的一些经验 所以在这过程中 如果家属也知道 那第二天在录制的时候 在经营的时候 王烟林就用这个方式 就把奶奶给留在了餐厅里面 他们就知道 以后再就到这种情况下 如何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是需要寻求 很多专业的人的一些介入 然后去给到他们 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 你才会知道 包括其实不仅仅是 认知障碍的老人 其实正常的 比如说现在老人 很多都患有轻度的抑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引导他 我觉得像寻求 像黄老师这样的专业的人 包括说一些心理医生 其实你就会知道 如何用科学的方式 跟老人进行交流 然后就是 才能够得到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不会让就是 带来的代际的沟通 什么的更加的深 对 其实我觉得 本来其实我们最终准备的 最后一个问题 是关于死亡的问题 因为到从老 最终它一定是有一个结局 是要到死亡的嘛 但我其实我现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 我觉得我们整个今天对谈 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回答了 就是说 就是到底 你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终点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来考虑 其实它是从 甚至其实就是 从三十岁开始 你发现自己有第一根 白头发开始 你就已经在想 我要怎么面对 我死亡的问题了 就是它是一个好像 我觉得以前有句话 它叫做就是说 就是一个伤增的过程 这个宇宙 它是说我们的星星 有一天都要 都要都要熄灭 然后太阳有一天 也要最后变成一个 大的红巨星爆炸掉 然后每个人 都会这样走向一个结局 但其实这个 走向结局的路上 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怎么样去接纳 怎么样去 知道自己 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结局 然后你给自己做好准备 怎么样去 把这个生命的过程 让它更加的 我觉得它其实不是说 你还好像挣扎着 要活一个质量 或者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而是真的是 顺从它自然的一个状态 然后让自己真正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享受到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 那我觉得到最后 其实好像我们会说 制度上啊 或者说我们个人 要怎么接受死亡 这个东西好像都没有 就不是不是说 你最终才要想那个问题了 好像我觉得 对我本来其实想问两位老师 关于善终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 这个整个这个讲述之后 好像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解答了 是吧 对是的 那我觉得今天聊的真的很开心啊 就是 聊 学到好多东西 对对对 然后很高兴 而且 就是也是 这两本书啊 我们我们那个 最近两位老师都也看到了 我觉得确实是 从 本来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 大家好像 觉得它离我们很遥远 但其实 你真的去仔细想 对 它是一个人的自然过程 它是 不管是你的身边的人也好 自己也好 它是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 你现在给它提到 做准备 或者说你 眼前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 嗯 都是都是值得去 把它列入你的 一时日程 或者人生的一部分 来思考 所以 嗯 真的学到很多 对 我们今天 很多都是说啊 最后的 落的 最后落回来的都是 你年轻时候就要开始 做 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 竟然是要从年轻时候 开始做准备 那从年轻时候 首先就要面对衰老 直面衰老这个话题 对对 这个人群 就不再是把 不要再把老年人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或者说社会的小 遮蔽 遮蔽 我觉得不要回避它 你只有直面它 你才能去认识它 然后思考它 然后你才能准备它 对吧 要不然的话 嗯 可能只是面 那就只能面临 断牙式的恐惧了 所以就是 对对 接纳自己 接纳别人 真的 嗯 对 是的 嗯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